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 欢迎继续参加Linux核心设计讲座 我们在这边继续探讨RCU同步机制 在之前我们已经有提到说 会回顾Linux kernel原本的SpinLock 还有一系列这些相关的同步机制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说 有很多同步机制本身 它是建构在很传统的Lock 所以我们在实作SpinLock的时候 我们有回顾到像一些 Automic Instruction 这样按的话就是对应到Exclusive Monitor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会有很多液体是围绕在Lock身上 所以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像这个新栏WayStash的教材 就提到SMP、Matic Core、Memory Ordering 还有Lock的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原本这个画面中这个图表 那你会发现很可怕的地方是 就是随着处理器的核数增加 那在特定的情况下呢 非非但没有快 你看这个 从这边到这里 就是CPU的核数增加 但是它非但没快 还有严重的效能影响 那你可以看到花在Kernel本身的时间 大幅的增加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会发现说 其实很可怕的地方是 就是效能的瓶颈 依据我们这个分析来讲 效能瓶颈 获真下指就出在Lock身上 那可是很奇怪的地方是 你看SminLock这个区域 到这个区域 它其实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在Hedgetable里面去查询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Hedgetable的成本可以这么高 这个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探讨的 好 那我们先讲整件事的冲击 像刚才这个议题就是 我SminLock跟SminUnlock之间的区域 虽然它很短 但是它的确影响到效能 很显著的影响 所以这件事呢 我们就称为 这是Skabit的影响 那你可以看到一个 依据我们之前分析的状况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地方 在于说 这一些Skabit的冲击 其实要反映到很多层面 那最后呢 你会发现说 光是避免 这个所谓的这个Lock Collapse 是远远是不够的状况 所以变成说 我们要想的议题 其实是 变得很广 那最终呢 我们该怎么办呢 最终该怎么办呢 其实 需要全新的方法去处理 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称为 Lock Free Algorithm 那注意到Lock Free呢 它不是说完全没Lock 而是说Lock跟Lock之间 是不会冲突的 不会有竞争关系 然后事实上这个东西的更动是非常大的 它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把SpinLock 把MutateLock 换成另外一个名字 不是 它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所以我们在Linux Kernel呢 它需要一个对应的Lock Free的枝材结构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更麻烦的是说 它在整个思维层面 其实都是要重新去思考 所以整件事呢 其实是一个 一个全新的议题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害怕 因为就是 我们在Know 会有这种盘根错节的问题 那我们就逐步去去探讨 其实你不需要每个环节都可以搞懂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Lock 是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新的方式 这就是刚刚提到 像我们需要Lock Free的演算法 然后呢 在Linux Kernel呢 我们探讨这两个 就是Sequential Lock 当然这一次 我们没有 这些任务主题显然是RCU 那回去 回想一下 RCU的全名叫什么 叫Read,Copy,Update 这个很关键 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这个 Re-Lock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 两个很重要的对象 一个叫什么呢 就是 一个叫Reader 一个叫Writer 对吧 所以我们只探讨这两个面向 可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RCU 它竟然有个C 它是做什么 是做这个Copy 注意这一提 所以事实上呢 它是有额外的这个空间的 RCU 它的这个机制呢 是需要额外空间去做的 而且更有趣的地方是呢 它的实作层面呢 它是一个 它其实涉及到像是Linked List 或是特定的资料结构的一个调整 好 那我们之后会来探讨这个ScruncherLock 我这边就把资料先贴出来 你可以先来参照 好,我们来看一下RCU RCU 它是Paul McKenich博士 他发展的 那Paul呢 他是在IBM任职 他曾经也在台湾有演讲过 我们在 不知不觉过了十年 我们2009年的时候 邀请这个Paul McKenich 来台湾演讲 然后他在IBM的长期 就在做这种效能的议题 然后你可以从他的这个 我们之后来照着他的投影片 来逐页探讨 那我们这边探讨的投影片 是他的2013年用的这个材料 好,然后我这边帮大家 再录几个议题 你可以看到说像刚才前面这个Skability 这个问题 对吧 这个Skability这个问题 他其实从头到尾 只是做了什么事 就是查这个Hashtabl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Hashtable 对效能的冲击是多大 那这边是Paul McKenich 他在这边做一个实验 他这个有一个Zion Zion的Server 然后他这边就是设计一个Hashtable 他还有1024个Hash bucket 然后你会发现说 一开始的确是很漂亮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这个 讲Skability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嘛 就是Universal Skability Law UCL 那前面呢 前面呢 一开始的确是符合预期的 就是Skability 这个处理器数量增加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服务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大约是八个处理器之后 整个世界很严重的衰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讲这个UCL的 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一个很糟糕的状态 就是Collapse 那这边的Collapse 你去想一下 其实很 跟这一个什么 跟这一个EXIM的状况 其实有点像 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虽然你今天探讨的程式 你有兴趣的主题 往往是不同的 你可能是探讨的东西是 治疗库啦 网易伺服器啦 然后或者是说其他的这种 也许是什么区块链之类的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只要规模增加 只要这些 系统之间投入之后 你会发现往往效能都会有 效能分布 往往都会有一些相似点 这是我们在学习系统 比较很有趣的地方 这也是这个 我想这个 尤其业界的朋友 在台湾业界的朋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明都会 那种沮丧的感觉 我自己就是啊 我觉得 这个技术变动很大 但是我觉得 我们学系统有个很 有个很幸福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系统呢 其实 刚刚讲看 资料库啦 区块链啦 AI啊这种 这东西变化很大 但是呢 你往往都可以 最后找到一些规律出来 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画面中的规律 它是有严重的corlapse 然后 这个corlapse 如果我们换 换一些阐述 注意看 它一开始它的这个 Hash Bucket是1024 好 那我们呢 我们做一些调整 好 那 呃 在它的这个 投影片 放松张头 嗯 不要放去 好 这里 我们把这个Bucket 好 就是 从原本的这个1024 Bucket 然后到2048 4096 8196 就是说你可以从1k 2k 4k 好 这 我们逐步呢 去干嘛呢 去调整 那调整之后呢 发现很有趣 呃 这个corlapse的状况呢 随着这个 这个 Hash Bucket 它的单位增加 哎 好多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 8k啊 16k之后的 画面要看起来 比原本的状况好很多 这是好事 但是问题呢 它还是有corlapse 所以我们要去思考 这个问题 到底出在哪里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做系统 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环节 然后 Paul呢 他就做一个分析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很有趣 就是说你看 如果是这个 就四个处理器核 那这个处理器核呢 你可以发现说 它的情形是这样 它会有这个什么 Reader 就是有这个Reader动作 然后呢 除了Reader以外 会有Updater 注意到 这边讲Updater就是讲这个Write 就是去写入资料 更新资料 好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 当我遇到红色的部分 那其实 处理器在做什么事 处理器事实上 就在spin 就在 就在 就像原子一样 就是 原子一样 就在转 所以 你顶多呢 依据Linux的实作 你可以用那个 Wait for Event 你可以去做这个 降低那个 处理器的那个 让处理器进入低功耗模式 你顶多只能做这种消极模式 但是呢 这个资源是被浪费的 那 所以这个 Paul呢 它在思考 就是说 可能 把红色这个 这些 原本需要做spinlock 原本需要这些 Biz Waiting 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把它 移除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个很重要的思路 是 避免 Mutual Exclusion 在我们在讲这个 之前讲 RewriteLock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 期望 还有一些 想法 但是 但是这个 你看这个 RewriteLock 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它建构在一个 前提 它前提 是说 同一个时间 只有一个什么 只有一个Writer 然后呢 如果没有Writer的时候呢 可以有多个Reader 进入Critical Section 但是 Reader跟Writer 不能同时进入Critical Section 这是原本 RewriteLock 所以它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Reader 的数量 多于 就是Writer 所以在后面看到这个 实作的时候 Linx客人的实作很有趣 Linx客人 能够最佳化 它就是最佳化 所以比方说 对Writer来讲 我需不需要专门的一个Count 其实不需要 从头到 Writer的Count 只是知道 它在Critical Section 进入 还是没进入 所以它只需要一个Bit 就会表示 那剩下其他的 Bit0到Bit30 那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就拿这东西来追踪 追踪 Writer数量 可是呢 注意看这件事 就是在Paul的设计 RCU的时候 就是 它的实作来讲话 它想要就干嘛 它想要把这些东西 这些需要Spin的 需要这个Beat 拿掉 所以更具体来说 它做一个分类 注意到 这也很关键 它做一个分类 你思考一下 它这个分类呢 它分几个区域 你看红色 就是有危险的 也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们没有处理好的话 会导致这个Data Race 导致这个资料的这个 内容的不一致 所以我们把这个特别 这个红色的区域标出来 因为所有绿的都会 都会触碰到区域 然后呢 接着我们有一个 比较特别 有这个黄色的区域 我们在看头影片的时候 看得更细 然后就是说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区域 它很好玩 你看这个东西 它呢 跟刚刚那个情形还是很像 就是说 它是 也是会被这些reader看到的 但是 它的状态 可能会改变 所以 它是给谁看的 它是给 之前已经存在的reader 然后RC有个想法就是说 诶 我们呢 我们为了把lock拿除掉 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一旦我把lock拿 拿移除掉的时候 会有很多问题 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像spinlock的做法是什么 像画面都这样 就是我做红色区域嘛 所以我把这个reader 跟reader 跟writer 还有就是旧的资料 跟新的资料 我们把它用这个spinlock 把它区隔 所以很显然就是说 白色的区域 它都是旧的资料 然后 画面做这个绿色区域呢 它是新的资料 可是 RCU呢 想要把这个spinlock 这些lock 拿掉 所以这时候呢 会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看喔 注意看这红色这个区域 红色画出来这个区域 那 旧可能会有某些区域 是 新的资料 跟旧的资料 是并成的 以时间观点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时间点很好玩 这个时间点有 绿色新的资料 但是也有白色 旧的资料 好 那这时候就很困扰了 这时候你就想 就是我们设计一个同步机制 它竟然是没有共识的 好 你不觉得这个简直很奇怪 好 但是大家不要太会心 好 你想 我们设计一个同步机制 结果 资料有新的 有旧的可以并成 好 它为什么可以运作 好 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所以 事实上 在资料的使用上 好注意到哈 资料的使用 其实是有额外的限制 好 如果RCU 单纯只是把lock拿掉 好 它一定会有 新的资料 旧的资料 然后可能还会 还会交错 好 这完全不是我们要的 好 所以注意到RCU的小法师 先把lock拿掉 好 它把这个明确是思考 好 哪个地方是需要新的资料 好 就哪些地方是新的资料 哪些旧的资料 好 然后 旧的资料就会对应了 旧有的 我们称为叫pre-existing 的什么 pre-existing reader 好 所以注意到哈 这些已经存在绿的 好 好 然后呢 再来是在画面中呢 你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绿色区域 这绿色区域是 那完了 它更新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reader是看不到的 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中这个地方很有趣 这RCU的精神在这里 好 第一个呢 我们呼叫kernel这个 机体管理的那个韩式 好 所以这边有个k-maylock 好 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这个 kernel内部的这个 机体管理 好 不过 姑且你可以把它当做这个 它就是 类似maylock跟free 好 那你看我在这个时间点 我配置一段空间 那这个空间呢 它是新的嘛 目前还没有人用它嘛 就是kernel去配置空间 所以这显然是什么 是安全的 你要 你要怎么更新就更新 因为reader 回去碰到 好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建立一个type 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 暂时性的节点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刚才配置的那个空间 好 我就把它指向它 好 然后呢我就 然后接着我干嘛 我开始做初始化 填入一些 填入一些数值 好 然后呢我填入这个 比方说我这个数值有什么 123 好这样 好 然后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在我们的reader 触碰之前 这个空间呢 再怎么动都没关系 好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一旦reader 好注意到这个 这个箭头很重要 一旦reader呢 它 碰触到这块空间 这块内容有123空间的时候 好 那这个区域 它就变dangerous 好 因为什么 就是reader就可以存取了 好 在rc的情境来讲 reader是很多的 好 那所以reader呢 一旦存取到这一块 好 它原本是safe 但是因为reader指向它之后 这个就不是safe 因为所有reader看得到 好 那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点 是什么 那我该在什么时间点 把资料指向 好 以及我该在什么时间点 把这个配置的资源把释放掉 否则就这样 否则会 如果用的只是做这种新增的话 好 它会遇到什么事 就会memorick 对不对 积极的被浪费 好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整rcu的设计呢 它不是只是配置一个新的空间 不是只是帮你什么 帮你复制资料 不是那么单纯 它还有帮回收 但是问题 我们要在什么时间点回收 本身也是一个 本身也是一个学问 好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 好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计图 这个 Poam和你的那个 通文片还蛮好玩的 不过我们就挑重点跟大家介绍 好 好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配置基体 那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体 就是你需要移除 就是因为我配置 配置嘛 像这边 我这配置完 我需要回收的 那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 你看 这个 好玩的要在哪里呢 我们为什么称这个东西 叫 Read Copy Update 这个Copy 就意味着 版本 会有旧的版本 会有新的版本 好 注意看那个颜色 稍微记一下 红色是所有 所有Reader都看得到的 好 那绿色是 Reader暂时不会接触到 所以它可以 我们可以什么 可以更新一个Reader 看不到 好 所以我们什么更新是没关系的 但是 黄色的地方是什么呢 黄色是原本的Reader 可以存取到的 好 那你看这个 这个地方 你看哦 在原本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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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头B 开头C 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资料 它原本都有 对应的这个Reader 好 然后接着我们做一件事 我们先把标注出来 好 注意到我们先做一个标注 好 标注什么事情呢 标注Cat 为什么可以标注它 注意看它的箭头 原本是B C G 好 那我先把B呢 把它降到G 所以这时候呢 Cat它其实怎么样 其实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做什么事情 好 但Reader 旧有Reader 还是有指向它 好 但是呢 我们接着做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接着 好 去建立一个 节点 好 建立一个新的节点 好 然后把它换掉 你可以建立一个新的节点 换掉 当然你也可以 准备把Cat回收 好 所以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有很多操作 好 所以比方说你在 你看 从结果反推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要把这个东西拿掉 可是问题 把这个东西拿掉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原本这个Cat还是有Reader的 好 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要把这个 读取的关系把它去除掉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它这个东西有个很重要操作 叫做Synchronize RCU 好 注意到我们做这个Synchronize 有可能会有同步的 好 就是这个 一定要是 一来一往 然后 这是这种同步的 但是也有可能会有非同步操作 好 所谓的那种 send and forget的模式 send and forget send and forget send and forget 比如说 呃 比方说 我或者说他叫 诶 这翻译翻得好奇怪 好 那所以就是说 像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这个在什么 在IPC是很常见的 就是说 我发一个通讯 然后不会被block住 然后注意到RCU 这两种前进都有 就是有 呃 有同步的 也有非同步的 注意到这个 大家这种 这方面的设计 好 然后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操作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remover 好 然后 但是问题啦 我 我们要整个去追踪这件事 注意到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继续探讨 好 那我们先假设一件事 假设呢 我有办法 好 那V的 跟这份资料 它有办法脱钩 好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这样子解决了 好 然后你看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在哪里 它其实 这样的一个设计 它就是建构在原本资料 我们赋予它一个版本 好 好 我们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在电脑的这个 成设计 里面有很多这种技巧 就是说 比方说 Compiler Compiler会加一个这个 Virtual Number 去 因为它比方说它有Symbol 比如Print Tab 或者是 或者是Open Cross 这些 或者是某些 某些 Function Name 好 那很多时候 编译器要做最佳化的时候 它要去找 我可能 原本附近很复杂 这边有回圈 然后这边又 又有跳跃 然后这边又 有可能要 互交其他方选 那所以编译器在做最佳化之后 要找出一个 功能上等价 但是执行流程 可能完完全不一样的 的组合 还有把这种的 这种关联性找出来 那在找的时候 就是去表版本 比如说你知道这个 SSA 就有个 Watcher Number 比如说 GCC 里面有个 叫 Static Single Assignment 当然不是只有GCC 它不含说 编译器 像LVN的 LVN架构里面 那搭配Client 你可以使用到这个 SSA 那它里面也是用这些 标注 必要的Symbol出来 那所以如果呢 我今天有个体制 有个机制呢 可以让我把这个 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把它脱钩 注意到 这时候CAT 它已经是变成什么 变成绿色的 是安全的 然后呢 那原本的READER 还是读什么 读这些红色的区域 然后而且你看 这边是第一个版本 那中间我们在改变的时候 变成第二个版本 但是原本第一个版本的资料 还是存在 只是 跳过中间这个 然后我们去想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设计这个RCU 其实RCU很复杂 就是 中间的细节很复杂 但是呢 它的设计需求 其实不难懂 我们前面讲过READER LAP的时候 有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说 Reader Writer 它其实不能同时在Create section 而且 而且在它的Reader 会有一些 额外的要求嘛 就是在这个 Reader设计来讲 我可以 我可以 只要没有Writer 我就可以在Create section 那 可是呢 往往很多时候呢 需要的同时呢 会有Reading跟Writing 所以像哪些东西 就会有Reading跟Writing 这个东西有趣啊 你看这个 像这个 Directed Entry Cache Replacement 所以像我们在设计这个 跟机体管理有关的议题 这个东西是免不了的 你在做这个Cache Replacement 你不可能 只是想说我会Reader 那Write没有 就是 你这是你没有办法保证的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要设计一个有效的 Cache Replacement的机制 不管是用LRU 就是 List Listen User 哪一个 哪一个区块 不常用 就把它移除掉 那你看 移除本身就是一个Writing 就是一种Update 那它会影响到其他绿的 当然会 所以 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就是说 你光是设计一个有效的Cache Replacement 你就不可能用 Rural Lock 或者说 你用Rural Lock 然后就接着 遇到悲剧 整体的效能 会大幅的下降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所以我必须要 事必要怎样 要允许 同时可以做Reading 也可以做Writing 好 这是第一个 好 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 第二个场景跟上面那个例子有点像 但是它就比方说是在这个 像是File System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像 各位用的手机 那手机里面 它的 它里面显然不是硬碟 对不对 就是 不是你平常用的硬碟 它显然不是 好 那再想想 手机里面它的储存 是存的哪一者 它其实是存在 我们所谓的叫 Flash Type 的那个储存媒介 那你这个 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你又找了 NCKU 然后Flash 那就可以找到我们之前 我们学生做的一些报告 那简单说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 储存的媒介 那这个媒介的话呢 就是 这前面一些比较物理的东西 我们先忽略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个东西在 在Intel、Sensung、Toshiba 这些公司都有发展 然后它做什么事情 就是它的空间 相对比较小 但是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说 它的 资料储存 它的这个 像是什么寿命 密度 它慢慢慢慢在突破 然后 整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一个极致 比方说这个 它的断电 就是比方说像 像那个USB的随身碟 基本上很多就是这种 Fresh的东西 或者说像那个 数据相机 你那张薄薄的卡里面 它很可能就是放这种 FreshType的 的储存 但是这个FreshType的 的储存很麻烦 它的存取单位不是byte 是block 所以就是我读 读取也好 插 擦拭也好 然后或者说我们去调整也好 都是要以block 为单位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那请问我在上面写程式 我在上面读取资料 那该怎么办 如果你要程式去消逐市里 要适合这个block的操作 就很麻烦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做什么事 我们设计一个档案系统 比方说这个F2FS 在那个Google的这个Android手机上 版本够新的话 它很可能用的是F2FS 那F2FS是Sensum Sensum发展的一个档案系统 它是专门是来做这个 针对NemFresh 开发的一个档案系统 那你看哦 这样的一个档案系统 很有趣的地方是 多数的情况下 注意到 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直接存取这些 Fresh的空间 不会这样 因为那个东西太满 而且一存取就在 一block回单位 往往你有 你有兴趣的东西都是其中 特定几个byte 对吧 所以我们怎么存取呢 事实上我们的存取 都就是尽可能会放在主记忆题 好 那所以你在这个 你就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当你在输入 比方说我这边做个例子 比方说我这边 我这边打一个指令叫find 那你看我打这个指令很 find很快就出现了 你大概从菜出来 这边是一个什么 它肯定是一个git repository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今天打这个find很快就出现了 为什么 这很简单 你大概可以很直觉想 这边的结构 这边的资料 应该是怎样 尽可能用从记忆题拿的 第一次会很慢 但是接着会 会变得很快 就是我基本上会建议是什么 会有这所谓的这个 directory cash 然后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它一样 它毕竟它是cash 就会有怎样 就会有频繁的移出 写入 所以一样 你也不能用relarlock 用relarlock的产品就太大 然后再来一个东西很有趣 再来的东西是说呢 我们做特定的操作 它必须怎样 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解释过 这个字翻译成中文很难翻 所以我们就不特别去翻译了 这边的意思是 deterministic的意思是指说 它是与生俱来的 就这样说 比方说我们看不同的演算法 big on 跟big on平方 当n很小的时候 其实耗费时间不会有太大差别 但是时间复杂度这个东西呢 随着n变大的时候 n只要够大 那这个不同时间复杂的程式 它可能就是这样 它就会显著项目分布差异 然后这边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在很多linux 里面 有很多completion 就是说你可以想说 我要特定的工作 就是工作在特定时间内 我希望它时间内可以完成 不管多少项目 在时间内可以完成 那这个时候呢 就很麻烦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如果呢 你的设计本身是 到处都是有一堆lock 那只要呢 我的lock 数量增加 就算画面中这些reader 做很多最佳化啦 做很多这种什么buffer的处理之类的 只要画面中这些lock存在 而且lock的很频繁 我们是不是这些重要的 要在时间内完成的任务 就可能被拖延到 所以你隐约就发现整件事有些什么问题 这东西对realtime system就会冲击 所以注意到一些事 我们在linux realtime 你可以看搜寻件 结果 linux realtime 可以找到还蛮多资料的 所以这边有多少币 哇这好多了 多到不知道怎么算了 这个资料量是多少呢 反正很多了 多到我不想处理 千笔吉笔好像都跟我有点关系 真的 人在做Google再看吧 好那你看 有我们讲这个realtime Linux 然后你之后再加一个关键字 rcu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讨论 都是在这上面 比方说你会看到什么realtime preemption and rcu 这是我们在之前还没有讲清楚的地方 没关系 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把它讲一讲 那你会发现这件事很有趣 比方说你看这个修改 这个修改是今年的 对吧 今年的 不对去年 今年是2009 去年这个修改 那你看标题可以看得出来什么 他去避免这个stove 避免什么 呃这些 原本像kno 就是不是kno 就是处理器 它的上面的程式 它没法继续执行的 它就在上面 不要说等待的啊 或者是在做其他的 不是你预期的这些操作 那我要怎么去降低这些 这样的一个rcu的stove 那所以底下就会有一些探讨 然后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特别有跟讲 它这个状况是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realtime kno 然后 然后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好 rcu 之所以被提出来 其实有很大笔是在解决中的 好 那我们这边举个例子 就是举这个 这个m&i的处理程式的例子 这个m&i是什么的缩写呢 是叫 那Maskable Interrupt 我们知道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处理器 左边是处理器 那处理器来讲的话呢 它本身上就是那些pipeline嘛 就是比方说这个 引刷去patch啦 引刷去decode啦 然后这个 这个引刷去esq 然后之后memory 还有rightback 那是处理器来做的 那处理器里面还有这样是一些 britches file啦 那处理器扣掉这个以外 还要考虑到一些 呃 必要的这个 就是扣掉pipeline以外 还要思考像这个 super scale这些东西 这是原本的CPU 可是呢 光有CPU是不够的 你需要外部的周边 可是这时候也麻烦了 右边这些外部周边往往它很慢 那CPU很快 你不可能叫很快的CPU 去等很慢的这个周边 所以 所以 直观的做法是什么 有个专门的这个interrupt controller 它会去仲裁 去汇整 右边这些装置 不管是网路啦 不管是这些什么 儲存装置啦 或是其他的这个事件 像是你这个 像手机来讲 有个很显著的事件 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你按这个 画面按 按这个按钮按一下 就 那它就弹出来 所以这显然 注意到 这个东西显然就是这个中段 就是有什么 外部的 就是外部的这个装置 好 然后呢 这个interrupt controller 其实呢 它可以被设定 好 它可以设定说呢 我一些东西不想要处理 好 比方说这个 系统 作为系统 刚刚运作的时候 它只对特定的这个interrupt controller 好 有兴趣 所以它就会把某些interrupt controller的 这个 设定就把它怎样 就不处理 就是 可是呢 MI很特别 MI呢 它是不能被修改的 就是这 它不能被遮蔽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 它不能被遮蔽 所以这个中段 设定好 它就出发 那扣掉这个MI 其他的 大部分interrupt 都是可以遮蔽的 好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设定不处理 和延后 好 然后 我们去思考一下 NMI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为什么你要设计一些中段 不能被 屏蔽掉 为什么 过去有很多原因 但是我们先讲 现在的用途 比方说呢 我们在现代伺服器 现在伺服器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那种 放在资料中心啊 或是稍微 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然后放在这个 这个 这种 机房里面的 好 然后呢 你会注意到 那个机房里面会有些 你应该有听过吗 什么刀锋伺服器 好 它就机柜里面 就一片一片的这样子 好 那里面有很多的处理器 然后很多的这个 呃 储存 储存单元在这里面 好 那边有个 一方是什么呢 你看啊 这边来讲话 我从这个Dale Dale它有一款产品 叫PowerEdge 这款产品我没用过 我只是Google搜寻找到 就把它贴出来 好 你看哦 这个 这个是Dale 制造的一个 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 呃 伺服器 那你看这个伺服器上呢 其他的接孔 看起来合理嘛 接键盘啊 要接这个画面 看 接USB 然后上面还有显示它的状态 这个一个一个LCD 然后它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什么 呃 还有一些 电源的指示 好 那包含说这个电力按键 所以把这个东西打开 可是你看到这个东西好玩的 有个东西叫 NNA Button 所以这个东西呢 来做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有点学问 就是 比方说你思考一件事 这个服务器 好 或是 对岸叫服务器 台湾应该叫伺服器 好 那这个伺服器本身呢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它的 就是 提供服务 这个是致命上的意思 那可是呢 我们有种状况就是 你怎么知道你的伺服器坏掉 好的还是坏掉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困难问题 因为你上面可能会执行Linus 啊执行Windows 或者执行其他的 复杂系统 好 比方说底层是Linus 然后上层是Windows 好 或者搭配不同的这个 系统 好 那当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个讯息该回报给谁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很好玩的东西啊 比方说这里面有个东西叫 Watch door Interrupt 好 那 或者是它叫 Watch door Timer 它的原理是这样 就是说 每隔一段时间就像心跳一样 好 它会就是 就是你的心跳 一分钟70下 我随便讲个数字啊 就是说你的心跳 一分钟70下 所以基本上是一秒就要跳一次 一次多 1.2次 像这样的一个跳动 然后呢 诶 就是你想要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跳动 诶可是你发现特定的情况下 诶 这个心跳没有跳动 这个Watch door 这个没有 它发现 这个心跳没有跳动了 它做什么事 它就触发一个中断 然后呢 这个中断很好啊 这个中断是属于是什么 Maskable 所以它屏蔽 屏蔽不了 发中断就要处理 那这时候呢 这个中断来源 它就去分析说 诶这是什么 比方说 在特定情况下 这个硬体坏掉了 主持在这个 然后 因为它本质上 它是属于 Non-Maskable Non-Maskable Interrupt 所以 它不会有这个 不用担心什么 中断被禁止啊 或者之类的 就是它会 它会 基本上这些东西可以被触发 然后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什么事 也叫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东西叫 Hard Lookout Detector 所以就是说 我可以去设计说 诶 我们可以有个周期性的 Non-Maskable Interrupt 然后去侦测说 系统呢 是不是还在持续的运作 如果你对那个 就是如果你有管过 这个 这种伺服器 它基本上都有提供的服务 所以远 远端呢 就可以 比方说你可以把这个 VGA的画面 透过网路导向到 你的 个人电脑主机上 那你可以远端的 远端的去 看这个画面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去透过这种MI 然后呢 透过网路的设定 那你会觉得 诶 奇怪 不对啊 这总觉得有点 有点怪怪的 哪里怪怪的 诶 为什么这些讯息可以 这些系统没有在运作的讯息 为什么可以传递到 另外一台机器上 这东西是我学问的 就是 这个东西的学问在这里 事实上 像Intel的那个CPU里面 它都 除了 Intel上面 还有很多很 很厉害的功能 但它还送你一个 MiniX作业系统 听到MiniX 你觉得好像有点熟悉 对不对 当年Linux to us 就是干嘛 就是 就是参考了 这个MiniX作业系统 然后呢 重新开发了一个 Linux 对 然后神奇的地方是什么呢 神奇的地方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鬼呢 这个东西是 有趣的地方是 在Intel上有个小电脑 对 不要怀疑 小电脑 在上面运作了MiniX 然后这个 Intel ME在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在做这种管理 就是主动管理 所以 所以就是说像那个 像那个 个人电脑 它 伺服器如果它crash 伺服器它出状况 如果太久没有回应 那有人要去通报 因为作业系统本来已经crash了 所以它不可能透过自己 靠自己来修吧 对 就跟 就跟 一个人已经修课了 他是不能报警的 所以 一个人修课的时候 谁来报警 比方说警卫来报警 所以 在你的这个 Intel的系统里面很好玩 它有一个东西 Intel ME 那所以它里面呢 从Intel ME11版开始 它里面执行一个 另外一个作业系统 MiniX 所以遇到那种系统 不能运作的时候 可以做什么很酷的事情 由MiniX去连上网路 去通知什么 这台伺服器刮掉了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 所以刚刚那个按钮 你想一下 刚刚按钮在干嘛呢 按钮好玩咯 按钮就是 就是做这种 做这种的切换 当然 这个按钮 按下去呢 甚至可以搭配什么 搭配Intel ME 可以去通报 所以比方说 你去查像IBM IBM它的伺服器 真的有一款酷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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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有付钱 买IBM的Supporting 的时候 IBMSupporting 就来协助你 说这个系统是 因为什么这个状况 那就觉得很神奇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很多人对代工 很多人对代工 有一些偏见 这其实不好 就是你想 你要做一个伺服器 做一个符合这些资料中心的 期待的伺服器 其实不容易 不是说把硬体做好 不是把这些什么POWER 但POWER很重要 注意到这个 比较小看这个东西 要POWER很重要 除了这种硬体的实体的东西以外 其实巴南说刚才像MMI 巴南说刚才intel ME 这种的机制 其实都要考虑到 所以注意到 今天开发这个 做伺服器的代工的厂商 像这个广达啦 技嘉啦 还有这个鸿海 那基本上这些工程师 他不是只做硬体而已 包含是里面的软体 韧体 还有他的服务流程 都其实都要考虑进去 好 所以你看 这东西跟跟我们讲RCU 到底什么观点 RCU的观念可大了 你看 因为这样的interface 它是non-maskable 所以一定是使命必达 可是呢 如果你的interface handler 因为spin lock 被卡在那边 那你interface的来源 就是硬体层面 都确定它使命必达 但是结果 你被那个spin lock卡住了 你再也不能做动作了 那这是很糟的事情 所以注意到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MI的处理 因为毕竟 会遇到MI已经干嘛 已经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可能 让这些例外的处理 让这个状况的排除 尽可能这样 不要被lock住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很酷 所以它对lock的需求 是很低的 那这边呢就是一个 MI handler 所以你要知道 这段程式码跟你的 另外处理有关 那这边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这边去注册 跟移除 MI的handle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程式码 要尽可能做到一件事 就是当我新增 这个MI的interface handler的时候 或是移除也好 我尽可能避开lock 但是你看喔 我们刚刚不是说 我们要避开lock吗 可是你这边不是还有spinlock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注册 跟取消注册 这个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频繁 真正要避开lock的地方在哪里 真正要避开lock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这边真正在处理MI的程式码 它是没有spinlock 底下是没关系的 底下的那个次数 不是那么频繁 但是在处理MI的过程中 是不能有spinlock 然后呢 注意到这边有个东西 这边有个东西叫CB 注意到这个是一个参考程式码 真正的程式码不是长这样 我们等一下给你看 真正的程式码长得这样 这边是一个示意图 所以这边就是有个MI list 所以顾名示意就是说 当我这个什么MI的中段触发的时候 我有个list 就是我该做的时候要做嘛 就是有点像那个什么 以前看电影什么 人啊遇到一些绝症啊 遇到一些癌症啊 或者诅持一些问题 被医生宣判说 人寿命只剩下半年 那干嘛 就有些清单要去执行 那这位设计证看这个好玩 这个清单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是没有lock 好 那你看哦 上面有个绿的lock 然后底下有个unlock 所以我读这个清单 因为这个我在执行这个清单的时候 好 有可能更新 但没关系 我在这个区域 这边显然是一个什么 quickle section 但是这个quickle section 执行的过程中 好 write也是可以进来 好所以 以rc的数字叫做updater 好 所以就是说我这边 注意到好 这边这一段程式吧 它是什么 这个quickle section 是reader 但是当我在做这些事 我在执行第二的一些call bay function 就是 这边call bay function 就是一些function point 我逐一把它 逐一把它取出来 然后执行 好 那过程中 write 那个updater还是可以更新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 两栋 两栋 五栋 好 好我们继续 这网友问到一个好问题 就是 呃 我们刚才在提rcu的这个行为的时候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 等一下 提到就是这个Paul McKinney的简报了 这图片就被 不小心放错页 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这页的时候 然后 可能会让大家有点疑惑 好 所以我们趁这个机会来回答一下 好 就是 呃 我们重新思考一件事 好 就是 重新去思考呢 思考什么呢 思考 新旧资料的版本 好 我们先讲这个LirioLock的情境 好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在LirioLock 之前 跟之后 资料 是很 很显著 而且没有 例外的 好 就是在之后一定是新的 在这之前一定是旧的 好 所以注意到这是原本这个LirioLock也好 或者原本的Spinlock 好 都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好 好 反正说我们讲的Semophone 也有这样的特性 然后毕竟底层是 Semophone的底层是用Spinlock 来使作出来的 好 可是 RCU呢 它不是这样思维 好 因为我们刚才提过就是说 我们想要把这个LirioLock拿掉 好 但问题 你光把LirioLock拿掉是不够的 好 所以麻烦在哪里 麻烦在于说 其实你要搞清楚 我要读哪一份副本 好 所以注意到好 就是先搞懂一个状况 不好意思 我贴错图了 好 就是你要搞懂 你读到的是哪一份副本 副本 就是 好 我要搞清楚我读的是哪 绿的现在对应的是哪一个副本 好 所以这个网友问到问题是说 这个是不是来牺牲这个Update的基石 好 这个是一个 呃 不能叫牺牲了好 注意到好这个 不能叫牺牲 因为 以那个LirioLock来说的话 它是Mutual Exclusion 所以 像LirioLock来讲的话 Reader跟Writer 他不能同时进入Critical Section 所以 你Reader进来 那个Writer就不能进来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能跟不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重点 它不是牺牲Update的其实性 不是 我们我们讲的这个其实效率是 呃 这句话其实很尴尬 因为 中文中文的意思是 意思是很不明确的 就是它其实整个RCU 在意的事情是什么 在意的地方叫做Scapility 就是说我让我整体 很多处理器 很多资源 会需要等待 其中某一个任务 这样的状况减少 但是不代表它就一定会快 这特别注意到 所以我再想一下 这听起来有点怪 再重新解释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状况 就是那个 还记得那个Hashtable 那个状况 对吧这个状况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到说 随着我资源的增加 然后呢 这样的Locking的成本 就浮现出来 所以我们RCU 在意的东西叫做Scapility 可是呢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件事 我们不能用效率来 直接来解释 为什么 因为 要跟你有多少 有效的资源 是来判断的 很多东西本身 比方说像我们很多 程式的演算法 比方说你就 你就写个Bubble Soul 你Bubble Soul 没有特别去改 就是照你以前课本写的 Bubble Soul 那不管你用什么 Divine Conquer 管你有没有用地回 它对资源的要求 就只有一个 对不对 你也没写什么多核心 你也没写多资源 没有 所以我能够用的资源 其实也只有一个 那这时候 Linux 针对这样的程式做什么事 它顶多让你做Migrate 比如说我今天有16核 那我可以Migrate到其他核 因为我真正能够用的资源 就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讲效率是说 我有多少东西可用 然后我有多大的 什么 Speed up 我有多大的 Slow down 或是我有 什么是我期待的范围 所以我们为什么 花很多心思跟你讲 这个 USL 就是还记得吧 就是 Universal Scapability Raw 我们为什么 要跟你讲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 我们讲 Scapability 是关注什么 它的这个曲线变化 然后 特别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所以这个东西的 讲的效率 其实这个 这个词不好啦 其实应该是说 所以 关键在哪里呢 就是 我们的Updater Update本身 它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 其实真的难的状况是 Reader需要特别的处理 否则他会 有可能会读到 旧的资料 所以变成说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 让Reader 他去指向到 对的点 所以 Reader有可能会 需要指向到 全 重新建立的点 当然他也可以 直接 读取旧的资料 因为他没有被影响的话 所以 整件事 环节是 我要 要对哪个点 这些我们大家会继续探讨 先有这个概念 再继续讲下去 好 然后 我们提到的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在处理这个 non-maskable interrupt 那我们不会 受到 那个什么 受到spin-lack的影响 因为 我们就超 超脱于这个范围之内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rcu list 它上面已经包含什么 对应的这个 就是这个rcu rcu list 那for which 是它的变形 好 那它其实已经包含 对应的这个rcu derivance 跟rcu assign pointer 那这两个东西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这个 assign pointer 这个 还有对应到 把它拿除掉 拿除掉 放错图了 好 就是像那个 它不是有个remove 对 remove 这个地方 对应到这个操作 所以我们接下来去想就是说 你先知道它的这个 基本的需求 基本的期待 好 这也是为什么rcu 在整个 现代的linus 什么叫现在 就是这个世纪的 这个世纪的linus 为什么要变那么重要 因为linus 已经大规模被应用了 好 然后 然后 注意到上面这个程式码 不是真正的这个 显示它自己叫 四翼程式码 好 随便给大家看一下真正程式码 正是这样 好 这边标题写得很明白 它跟你讲什么 它说使用rcu 来确保什么 动态的mi handle 注意到一件事 如果你的mi 就是你的mi 就是non-maskable indular handle 本身它是静态的 什么叫静态的 像以前的linus 它就是静态 比方说印出一个kernelpanic 那或者说 就死在那边 或者你以前熟悉的 windows的蓝色画面 那像这种是静态的 就是反正 反正我就是 kernel发现我特定的资料结构 不一致了 比如说linus kernel里面有个东西叫gfist gfist gfist实在是 这什么东西呢 简单说 linus kernel每个一段时间 会去 就是会处理 会去受理time interrupt 然后呢 所以我受理time interrupt 的时候呢 我就把gfist 值递增 但是呢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gfist如果它没有跳下去 或者数值 是错的 它是单调递增的 那如果说你的gfist 它没有递增 或者它的数值 它不是单调递增 它可能还减少 那linus kernel就会认为 这东西是 可能烂掉了 可能被破坏了 所以干嘛 Panic 所以这个是静态的处理机制 但注意到 以伺服器的要求来讲 注意到 以伺服器的要求来讲的话 往往都需要一些动态的 就比方说 由作业系统本身去注册 一些新的 Namaskable interrupt 那这个东西跟什么关 记得吧 跟这个东西关 所以我要告知那个什么 系统管理者 或者说我要让人家说 要做这个post-mortem 的一个diagnosis 什么叫post-mortem 就是讲说这个 系统已经crash 但是我让你 可以有办法去 验尸 去从这个 系统崩溃的状况下 我们做一些必要的处理 然后你可能知道一个专案 有个东西叫k-down k-down就是这样的东西 很好玩 这个 有中文可以看了 你来看一下中文的 还蛮多 还蛮多中文的可以讨论 好 那这边有一篇文章 你反正这个 你慢慢看 帮你画一下重点 他就是说 事实上 因为在k-down的运作的过程中 他可能会遇到一个 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事实上 这系统就会崩溃 我刚才讲 崩溃的问题很多 而且很麻烦的地方是 其实很多时候k-down panic 往往不是k-down 最核心的部分 我讲核心的部分 排层器啊 注射器 往往不是因为这种问题 往往是因为像 divide driver fire system 之类的 那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这些的品质呢 我讲的 device driver fire system 它的品质良悠不起 所以往往很尴尬 就是 panic 其实Windows有类似的问题 在2009年 2009年的Eurosys 全世界的研究作业系统 从事先进作业系统研究 有几个很重要的研导会 SOSP SOSP OSDI 还有Eurosys 这三个都是非常重大的研导会 不是只有这三个 但这三个是很重要的 每年都有举办 好像 OSDI跟 SOSP 是奇数年偶数年 这样切换的 然后 像 Eurosys 在十年前 他们就有一个研究 说什么 Windows 当机到底是 因为什么原因 然后后来 后来这个研究人员指出来 说 85% 来自device driver 所以其实这个 Microsoft 很崩溃啊 对不对 就是使用者看到 Windows当机很崩溃 Microsoft更崩溃啊 因为85%是来自device driver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些 什么 Wason 雷琳的 联发科的 联发科的 太多了 Liotech 住这些公司 他们底外出来 没有好好写 导致Windows crash 但是 但是这些使用者 不会去骂Wason 不会去骂联发科 他会去骂Microsoft 骂说 毕竟你这个 你这个怎么明明良心啊 赚多钱啊 世界首富啊 还不把作业凶改好 那 当然 在那之后呢 整个Windows有很大很大的进步 所以你看现在Windows当机的那个状况 已经 跟你 以前不一样 而且 事后的补救其实很不一样 那 K-Down 做什么事 K-Down 很好玩 它可以在 作业系统运作的 Linus作业系统运作的前提 去把另外一个作业系统载起来 然后呢 你想 我去干嘛 需要载入两个作业系统 这很好玩 因为当你原本的作业系统 当掉的时候呢 另外一个 我们称为 叫做Capture Kernel 那用很小的机体 用很小的要求 就是原本的 第一个Kernel 原本的那个Kernel 当掉的时候呢 它不能再运作 注意到我们讲这个 当掉这个词 其实很不好 就是 因为中文的当掉很可能 会让人觉得说 它就 没有做事 不是 很多时候 软体的 Crash 尤其Linus Kernel的Crash 它往往不是 Program Counter 没有在跳 不是喔 它Program Counter 可能就一直跳 跳一跳去 它是 限制在某些环境下 因为 Linus Kernel 侦测到某些状况 已经没有发生了 比方说Gifix 没有跳 我没有心跳 我的Kernel 重要制造结果破损了 我不应该自己下去 所以事实上 它会频繁 在某些地方跳一跳去 好 那总之就是说 这个Capture Kernel 侦测到什么 真知道Linus Kernel Crash 它做什么事 它就是 去把 原本那个Kernel的状况 把它载入下 所以它做什么事呢 它就是把这个 原本系统Crash 它把一些必要资讯把它 把它载入 所以载入完之后呢 你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把当下的那个什么 当下的这个 错误的状况 比方说 那些错误的Message 当时机体内容 它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甚至呢 还可以帮你重开机 就看你怎么设计 然后这个东西 注意到 这个东西在伺服器 用得很广 这道理简单 因为 一个资料中心 有多少台电脑 太多台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机制 比如说 当Linus kernel crash的时候 我做好善后 我要通知 要维修 或者说 我有没有可能 有限度的善后 比如说 他当下执行的东西 是一个 资料库 那资料库的话 如果 资料库运作到一半 然后发生 Linus crash 它有资料的回损 但是呢 这个 刚才讲Capture kernel 可以帮助你干嘛 把资料库 roll back 降低资料的损害 那这个东西也是很有建设性 很有意义的事 好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这个东西呢 好 这个东西都跟什么 都跟这个 都跟 Dynamic Namaskable interrupt handle有关 因为我们有很多 善后的 要做的事情 好 那你看哦 一开始呢 他会去 先去注册一个东西 Dummy M&K Callback 然后 注意到我们用的词叫Callback 就是说 我们呢 在特定情况下 会去被呼叫 好 然后 这是预设的一个操作 好 所以我一开始呢 我的M&K Callback 就是我发生的M&K 的时候呢 我先把 就不做什么特别的事 好 然后 之后呢 我可以用个list 把这些东西把它串击起来 好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事 好 那还记得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有讲到什么 这个list 有包含对应的delifference 跟这个assign pointer 好 做了什么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真正在做这个MI 然后 我先搞清楚 我现在面对的东西是哪一个处理器 然后呢 这边 MI的enter 跟MI的exit 就是所谓我们的这个MI的context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现在干嘛 先去取得 取得我现在 目前的这个CPU是哪一个core 好 然后之后呢 关键地方在哪里 关键地方在这里 好 这个是最美妙梦幻的地方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去注册一些对应的这个动作 好 像是吧 像刚刚那些东西 好 可以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动作 好 然后 然后 整件事好玩 地方在哪里 再说 我今天 处理这些 这个callback 好 那也会有这个reader 跟updater的问题 好 所以注意到 这边的机制是什么 是用RCU来做 好 所以它可以避免lock 好 可是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这件事呢 它不会当下立刻完成 好 所以注意到 这还涉及到另外一个排程的操作 所以 在这个RCU来讲话 它有很多这个变形 就是它这个 有一系列的 而且随着Linux Kernel的改版 这件事还会变得 很复杂 不过不用太担心 好 注意到这句话 我们刚刚那一段程式码呢 实际上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它会去 尝试去执行 执行那个MI的动作 就是我们 就是callback 那如果callback是无效的话 那我们就退回去到原本的MI的操作 然后这是原本 原本在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 整个东西做完之后才干嘛 再把这个原本这个 kernel的这个prevention把它 还回去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注意到 它在这边写到一句话 它说这个 这个RCU Defense Schedule 它其实 在理论上它是不需要的 可是呢 因为 MMI在 Intel处理器 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个行为 所以注意到 这个这个这个 有些很特别的行为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是要去加进来 那提示一下 这个东西跟 跟什么有关呢 跟Memory Order有关 所以比方说像Alpha 注意到 这边讲的Alpha是什么 是Alpha处理器 Alpha Alpha的东西比较麻烦 Alpha是属于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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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Order 然后 这个东西呢 很很重要的地方是说 这个 跟Oder有关 然后我们之后 会继续来探讨 Memory Order 所以我这边就先讲 结论 结论就是说 在现代的处理器 为了要提升效能 做了很多Memory Order 你的调整 那 如果你拿两个处理器来做比对的话 一个是 386 注意到 它不是Pantent以后的电脑 是Pantent之前 很旧很旧的电脑 1985年的 386 跟Alpha 那真是很好玩 在386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 Strongery Memory Order 就是程式码写什么 记忆体的更新方法 记忆体操作方法 就是复合预期 Alpha刚好颠倒 Alpha是属于 Weekly Order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Alpha里面 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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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取某个地方 或是写入某些地方 实际上CPU的顺序 是没有保证的 那当然 我们需要一些机制 确保说 这个顺序如果改变的时候 结果还是要正确的 所以就有很多 之后我们来探讨 Memory Order 然后注意到 RCU 为了要考虑到 这种Memory Order 注意到 所以它有一个特别 这件事要做 就是为了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 它说这个东西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好的动作 去避免在Alpha上 或者说避免 Compiler 会居住一些 很积极的 Ultimization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它底下 底下有一些 它问你说 为什么这东西需要 好 这底下有写的 好 所以请你们看 就是跟Memory Order 还有Compiler 在做最佳化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 什么 会把Pointer的值 把它改掉 原本是有存取到 存取到指标 像这一段 这个是叫指标 这个东西来是把 记忆体某个地方带进去 就是一个Function 但是Compiler 有可能会把 做一个最佳化 它说反正都会有 这个callback 干脆把callback 干脆把这段call把它删掉 换成直接呼叫这边 这就是很激烈的 这个最佳化 所以我们要避开这个状况 所以就是有可能这样 就是我们就需要 额外一个 我们称为叫Expressive 那个Function Quote 好 底下的东西请你们慢慢看 看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挫折是正常 好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有个东西叫Synchronize Schedule 你看哦 它这个东西有好几个啦 有Synchronize Schedule 然后呢 再是什么 再是K3 好 这个K3也是搭配什么 因为我们在处理 处理这个MI的时候呢 会有对应那些必要的Data 好 往后再继续看下去 那 所以呢 我们在快速的对照 对照什么 Rewrite Lock 千万不要小看Rewrite Lock 这个东西可复杂了 好 但是呢 这个Rewrite Lock本质上呢 它是 嗯 它有两种形式 它可能有Spin Lock 也可能有Semophone 形式 好 那不管什么形式 基本上都是互式的形式 好 所以任何一个时间只有一个 一个Reader 我讲错了 呃 任何一个只有一个 广义上的Reader 因为 我们在某些情境 注意到 尤其像刚刚讲的 Cash Repress 这东西是 一帧 一边新增 一边读取 所以像这种Cash Repress 是不可能 透过 只透过这种Rewrite Lock 去解决问题的 所以它需要一个 Lock Free的体制 所以注意到 所以上面讲这个Lock Free的时候 它不是只有作业系统有啊 注意到 我们讲这个Lock Free 其实在很多情境 像什么Hash Table啦 或是说像这个做Cash 都有这种需求 那问题 有这个需求呢 要怎么去满足 这很难啊 就来思考一下 所以我们 我们 RCU的重点在 在什么 让那个 Write 跟Reader 可以并行 所以就是Concurrent Concurrently Executing 但是 注意到 可是它的Write 还是只有一个 这个东西很重要 那你说 有没有可能 有多个Write 跟多个Reader 都可以进入Quickle Section 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东西 那你有兴趣可以 打一些关键字去找 但是这个 成效是很有限的 而且往往都还需要 额外的一些硬体机制去处理 这个 这种模式都有人探讨 然后只是说这个 这个状况很复杂 所以你可以思考另外一个议题 这个件事就是 你看到Reader跟Writeer 就想到另外一个议题叫什么 叫做Producer Consume的问题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去想一个状况 就是说这个 生产者消费者 最单纯的状况就是 单一的生产者 单一的消费者 对吧 咦? 为什么在Github上面没有出现Pro啊? 好讨厌喔 你问Pro跑去哪里啊? 好 不管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生产者消费者这个问题 那这件事呢 本身呢 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在 在那个 它的运作的模式 等一下 我来找 找一下我写的程式 哦 对 Hungry Bear 好 注意到这个东西啊 这个Hungry Bear 这个Hungry Bear 它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啊 它跟Angry Bear 没什么鸟毛关系啊 Hungry Bear 是讲什么事情呢 就是讲那个母鸟 母鸟喂尸啊 母鸟 Paris 应该是Paris 那是鸟 那是鸟 那个字怎么写 就是说我们 我们都会看到那个情境 像旷命中的情境对不对啊 就是一个母鸟 那卫尸它的这个雏鸟 对吧 那左边是笨毒鸟 这不是我们要看的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状况很有趣啊 你看到这个 这个producer 只会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叫做母鸟 但是它的consumer可多了 对吧 这边全部都是consumer 那可是呢 我要考虑到几件事 要考虑到公平 不只要考虑公平呢 还要考虑到这个效果 就是我不可以可能说 我一次那个喂食的时候 都只碰一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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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这个 母鸟去 猎食 得到的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蚯蚓 或什么的 它可能本质上 就不可能什么 去均匀的去分 所以你不可能说我是什么 只是用那种 Long Robin的方式 好 时间到切下一个 时间到下一个 你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状况 这些雏鸟 它发育的状况也不同 所以母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它要思考一点很多 换个角度去思考 我们今天设计一个资料库 我们今天设计一个 一个那种高负载的 一个服务 比方说网页伺服器这种东西 其实都要考虑到这个议题 所以注意到 我们刚才那个程式讲的 Hungry Bird 是在讲这个 不是左边这个 不是分鸟 好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它就是很经典的 producer consumer问题 好 然后呢 注意到呢 以这段我提供的程式 好 我先把程式码 揭出 以这边提供的程式来讲的话 注意到它的写法是什么 它是这个 single consumer multiple producer 所以注意到 它的这个设计是这样 它就本质上它是lockless 就是你不管写lockfree也好 lockless也好 反正就是 不是没lock 而是lock跟lock之间不会有竞争 不会因为我的lock 导致其他人要怎样 忙于等待 所以这个是我们称之下 lockless 或lockfree 然后你看哦 这边的实作呢 是一个什么 single consumer multiple producer 的一个什么 的那个 c4q 然后 那 当然就会有人探讨一个 有没有可能会有multiple consumer 跟multiple producer 请你用关键字去找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讨论 不过 这东西 还蛮深入的 因为它的 它的地方 不是只是critical section 它难还考虑到它的那个 starvation 还考虑到那些它的delac 还考虑到它的这个 预测 就是 如果你的东西是相对单纯 是single consumer 的multiple producer 这种case 你不需要花太多力去做预测 但是如果是multiple consumer 跟multiple producer的话 你很可能就是连那些 dict 就是prevention 那些议题 都要考虑进去 那个很复杂 注意了解 通常复杂性也是不会运作的 好 然后 再去看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 RCU还是有这样一个 数量的限制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示意 所以就是 所以 注意到 所以我们直接讲这个 这个我们讲过好多次了 不过还是再讲一次 我们明确去区隔新旧的资料 好 然后呢 但是 RCU 注意到 底下这个RCU 它之所以不需要spin 是因为它的reader 有特别去调整 注意到一件事 好 所以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我们保护的时间范围 比方说这个红色时间点 在我们保护的时间范围内 我的资料就会有新 就会有旧 所以这件事跟什么 就是资料的新跟旧 跟我的什么 资料读取的时间是息相关的 所以关键代理说 我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境 去操纵你这个资料 否则你资料是错的还是闽谈 这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份同影片 这份同影片很有启发性 而且它有很好看的图 所以就再过来用 这个是德卫斯顿科技大学 这是德国一流的大学 它缩写叫TU Dresden 如果缩写那我用 不然它会对 Dresden 看大数字 然后德卫斯顿大学 它是德卫斯顿工业大学 就是这个在德国 你可能没有听过 但是它在这个世界 是备受肯定的 然后德卫斯顿大学 它的作业系统研究 也是世界一流的 所以你可以去Google搜寻 Oppering System 他们其实发展过很多 作业系统 那像这个TU DOS 你可以把这个关键字把它抽下来 他们在做这个Rewetime Rewetime OS 还有这个高信 高可信赖的这个作业系统 也是有 也是有很大的 很大的成就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网页里面写什么呢 它说它是针对这种Micro-Curnal 然后它是针对什么呢 针对虚拟化技术 然后所以你看它底下很多直主题 它整个workgroup叫做TU DOS 但它底下有很多系的项目 像Rewetime Micro-Curnal 然后它里面的课程很棒 就是它把这个教材做得很好 所以就是说 你今天学习作业系统 你从恐龙书当作的百科全书看来OK 但是你不能全部相信 那个百科全书写的 你要想看 那个恐龙书的作者 到底写过几个kernal 小弟我写的kernal的数量 可能都比他多 所以这个东西要想 就是说恐龙书它是一个很全面的 它把很多这种教材 把很多文献 把很多这种 他们多年的教育的经验 把这些教育的结构 这个步骤 它做很多整理 这是很有成就的事情 但是我们今天看待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看待的事情是解决当下 我们面临的技术的挑战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第一线的研究单位 所以像刚刚讲的新南卫士大学 新南卫士大学缩写叫UNSW 新南卫士大学最知名的作业系统叫什么 叫SEO4 它被军火上 对你不要怀疑 就是波音 波音做出来的军火 就是无人攻击 就是可以无人发动攻击的战斗机 它里面执行的作业系统就是SEO4 为什么不能执行Linus 因为Linus如果被hack 那个机器原本是美军在遥控来打伊朗的 结果如果被伊朗控制 不就拿回来打这些美国大兵 好像不行 所以这个SEO4是号称全世界最安全的作业 我现在没办法跟你验证这些事 我还在学习 但是这件事非常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那UNSW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斯大学 因为SEO4的巨大成功被军火商 甚至被军火商采用 所以他们这二十多年 他们这个投入是很惊人 那个研发能量 那同理的这个德威斯顿大学 他们也是一样 他们做出来成果的也是真的有被采纳的 就是说在Lior Time 被像西门子这些工业的运用 然后还有包含说像那个 在那个麦克尔克农的话 他们有用在一些这种 很高机密的这个资讯载具 然后这件事跟我们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政府还有点关系 我不能跟你讲 但你也许过一段时间 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 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说 你看这些前瞻也就好 就是一定要去从那里做 不能只是看这个像狂书这样的一个 只是看那种教材 好 我们切回来看他们的这个投入片 好 那你看这个投入片这边写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课程 这个课程他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分散式的系统 然后他去探讨主题是一个 Multiple Processor的那个同步 然后他就说用这把RCU的Copy Update 好 先来看关键地方是Online 注意到一件事 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RCU这个概念 它出现很久 其实这件事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 而且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一个很重要的人 你也许有听过他的名字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老梗 但是呢 你看到Linus Kernel什么时候引入 这个RCU是在2002年 是在这个世纪才引入 但是在1980年代 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RCU相关的概念就存在了 所以注意注意注意 这个东西很重要 就跟你讲什么 它的观念在哪里 我们都说 尤其是已经在工作 在业界的这个朋友们 往往都会有很大的障碍在这边 就是说你不是障碍 就是说你应该都会有一种困扰 就是 比方说ASU 比方说Android 比方说这个像这些Spinlock Rulaylock 这等你呢被要求接触的时候 你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接触 要么就Curnal Panic 要么就是你捞到一段程式码 或者说你原本需要维护的程式码 就出现这个东西 你看不懂 所以只要学 那可是你学的时候呢 往往只追求一个什么 CP值 对不对 有没有办法最短时间学会 然后赶快把工作交拆 你就不太可能说 纵观 从这个时代的变化 从它的这个影响力 从它的背后的这个考量 这么多面向去使用 不太可能 而且以台湾的 这个业界文化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对不对 你的主管会觉得你在混 然后刚好有人讨厌 你就拿这个当小报告 哇 你说明 对不对 然后说明这个主管来威胁你 哎呀 对不对 是不是自家 对不对 就开始跟主管讲一些很讨厌的话 对不对 就是台湾业 台湾很小哦 你就不要 怎样怎样怎样 讲一些53的 那可是问题来 这个往往这个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 这样很片面的学习 你往往就是知识就是 很片面穿不起来 像我自己就是 就是经历过这种事 因为当我过去很多时候 学习另一个时 就是在解决问题 就很敢 很迫切的 我举个例子 我哪一家公司 我就不好意思讲了 你大概猜得出来 就反正我总是就是 我有个客户的客户 不是客户 是客户的客户 就是某一家知名的代工厂 然后呢 它就是做了什么事呢 它就是制造 那代工 这没什么坏事 但是它出货的时候 发现一个重大的困难 什么困难呢 就是说 它有高达25% 需要召回 召回是因为某些功能 出问题 那这个功能很奇怪 就是说 如果呢 如果 我随便讲 假设它做的东西叫手机 那如果说手机呢 一支接着一支去 单独去测 没问题 或者说 同时呢 有这一区 跟这一区 就两区的人同时测 也没问题 可是奇怪的是 只要交付给经销商 去测试的时候 就出问题 好 那这件事很麻烦 这导致什么 导致召回 大家也知道 召回 这个召回这个花了钱 对商誉 对这个 尤其像这种 呃 代工厂 因为它的钱怎么来 它要先去贷款 对不对 它有些抵押 那这个东西 就会导致它的合约走不下去 合约走不下去 可糟糕了 对不对 一些厂商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 那明明就不是我的客户 为什么要去解决 因为 因为客户的客户 不付我客户的钱 对不对 所以我为了我自己的生计 我也是要去解决 客户的客户的问题 好 那总之就是说 我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是一下飞机就要干嘛 一下飞机 那时候 超酷的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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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那个 很紧急 所以晚上11点 晚上11点 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说 12点 12点来开会 然后我就奇怪 我说 嗯 你们不是很紧急吗 干嘛12点开会 12点 对 然后 为什么不是 明天早上9点 明天早上半点半 然后类似这种 我发现 哦 错 是 是午夜12点 所以你看 我11点多 刚下飞机 刚到饭店 然后接到电话 立刻冲过去 然后就在那边 没日没夜 30个小时 好 那中间我们有遇到这种问题 有 然后 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故事 因为我就踩到这个地雷 所以我当时就是用一些workaround 绕过去 我相信 在业界朋友都是做这种事 后来我认真学RCU的时候 才发现 我过去那一套方法是错的 那神奇的地方是 那东西竟然出货了 我不能讲那是谁 但是你猜得出来 那个量一定很大 不然 不然我干嘛 那没日没夜 去飞过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让我 人生后来是很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是不是我以前做很多事 其实也是错的 只是说它错误的发生机率低到 人们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们就认为它是对的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其实这个 这个是说真的 这个在 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太多了 因为后面更多是机密的 那 因为那个东西是我客户的客户 这个相对来讲 机密程度没那么严重 我才跟你分享 但是 这让我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这件事发生在十几年前 但是这个对我来讲我有空就在想这个问题 那 刚才那个问题其实 很可怕的地方是 我之前用的那套做法 其实它在 以正确性来讲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那 换个角度去思考 今天这些同步问题 它更复杂 有可能比我十几年前 做产品 解决客户的客户的问题 那 会导致更多这个 很很很奇怪的问题 会不会有发生 会 所以 不然说我们刚才讲这个什么 Memory Order 讲RCU 其实后来 无可避免 都需要一些新的工具 所以你看 比方说 我看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提纲的最下面 怕讲不然先讲这个部分 这个 这边来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 不能打错字 你帮我补一个L 就是 这个在讲什么呢 讲RCU里面的什么 RCU里面的验证 然后 不要小看那些事 RCU从2002年 整合到Linster 但是它一直到2017年 才怎样 才能够被验证 所以你看 这么长时间 高达15年的时间 RCU的程式码 是没办法怎样 被充分验证的 它只能透过开发者的投入 越多开发者 然后把问题找出来 那这篇论文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它是用机器去验证 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东西叫model checking 就是说 简单说 你把这个程式的路径 把这些所有的排列组合 我们称为叫search search space 就把这些可能的搜寻 这个范围都带入 然后去看它 有没有在特定的情况下 会出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这是我们现在 研究这些 同步机制很困扰的地方 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好 那这边帮你画几个重点 第一个字 叫grace period 这个grace period 是在对应到刚才讲的东西是哪里 就这个区域 好 我们是思考一件事 这个grace period 在这个 真实世界上是怎么一回事呢 比方说我今天去租车子 对不对 比方说你在美国 在美国那么宽广的地方 好像在加州 宽广的地方 去租个trojan 那租车子呢 你租一天 一天就是24小时 那你应该就在24小时之内 还车 可是呢 如果你刚好因为停车 你刚好是因为加油 或者类似的一大堆问题 导致你24个小时 又15分钟才交车 会怎样 其实不会怎样 然后呢 如果你又晚了一点 比方说24个小时 又17分钟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 可是呢如果你又拖了很久 比方说你那个什么 又去买一个什么饮料啊 什么支度之类 然后把它拖到24小时 又45分钟 这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为什么 你伤害到什么 伤害是这个什么 这个店家的这个调度的那个 的那个 就增加 增加店家调度的那个 的问题嘛 对 因为能够调度的车子越少 你早点把车还回去 这个车这个出借的那个出借的厂商才能够清理啊 才能够怎样把车子借给其他人 对 这个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我们把这件事就是我允许一段时间的拖延 这件事我现在称为了grace period 当然你超过grace period 好像刚才讲的我车子太慢 我买了45分钟 要干嘛 要罚钱啊 对吧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超过grace period 会有什么问题 会有资料错误的问题 会有一些惩罚 好 所以我们就想 那在这个区域 注意到画面中这个区域 就是说这个这个虚线 框数的区域 这叫做grace period 那所以grace period 其实在做什么事 它在等待 注意到 它在等待已经 已经存在的reader 去完成它的读取 那换个角度想 在这个过程中呢 一定会有新的reader 然后 新的reader没什么问题 然后但是旧的reader呢 你就要想 因为我资料有可能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要让什么 去问 有没有人还在用旧的资料 好 又有的话 我能问他在这时间用完 那 一旦超过这个grace period之后呢 对不起 我就讲你的话 换成新的资料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API的设计这么好玩的 它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assign pointer 跟derivance 因为 我们今天存取资料的时候呢 不是直接去 直接去机体拿资料 我们是间接的 透过pointer 间接的去找到一个什么 配置的空间 而且这配置的 这个空间是动态去配置的 它不是静态的 因为如果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rcu呢 它是用 针对这个静态的 就会有什么问题 就会有这个 就会有这个reader 已经绑定了 已经改动到里面了 所以在rcu里面 它的资料很特别 它能够处理东西 是要动态配置的 然后呢 然后设计一个情境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情境要怎么去规划 所以注意到 刚才叫你记得 第一个字叫做 grace period 这是另外关键的事 你可以把它顺便查一下 那 这么前面讲过了 我看一下 然后呢 注意到 就是说 在这个 我们之前 在同样是在 Linx核心设计的讲座里面 讲到这个 潜滩 同步机制 好 那我们有讲过两种 两种 一个叫 cost grain 一个叫做 find grain 都在讲说什么 整个系统的 那个刻度 它的那个精细度 然后 rcu是属于哪一种呢 rcu是属于这种 所谓的find grain 然后呢 所以你看好玩 rcu是属于find grain 的那个什么 的那种 这个精细度 然后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有很多lock free的系统 它就需要采用 这个find grain机制 好 那 它的好处很显然 它就可以避免 lock带来的成分 可是对不起 写层次真的很复杂 写层次很麻烦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是 写出正确层次还很难 debug更难 好 然后呢 所以这整个故事就是什么 所以lock list 所以你可以看到 里面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 希望lock 跟lock之间 不要冲突 所以你看到 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在reader side 就reader本身 几乎都没有lock 还是会有一些 灵性lock 比方说一些什么 i++这种东西 我们要保护这个i 但是我们在这个 真的要设计到资料的存取 这种东西 我们基本上是不要lock 也不会有这些atomic operation 然后呢 只会在lock side 去做 而且这样 以这个Azure来讲 它会允许reader跟writer可以进入 同时可以进入create section 然后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为了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一个 什么叫two-phase的update protocol 注意到 我们讲的Protocol 很多学电脑网路的人都会以为 Protocol就是讲网路协定错 这个Protocol就是讲说 做事的方法 比方说当年 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前总统 他不是那时候在搞服帽 对不对 服帽协定 我们先不管 不讲这个服帽协定 具体内容是什么 总之它就是一个协定 这个协定协议说 有些人一开始要让利 有些人一开始可以获利 获利之后呢 又有什么责任义务 我这边可以做什么 你这边可以做什么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互动 它是一个协议 那就有照着这个协议做 也许可以达到特定目标 但是你违反协议 你可能有一些对应的处分 或是这些机制 所以注意到 这些lock list 包括RCEU 都是属于这种 two-phase update protocol 那当然它可以解决 就是因为那种lock的存在 或是我们称为叫做 lock contention 就是竞争 这个字很好玩 就是那个content 对不对 content这个字很老玩 对不对 我打出字 这个字你以前学的嘛 这个你叫做content 对不对 这是内容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看字典 好玩啊 这个字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就是你看到 它其实有很多意思 除了当刚刚讲的内容以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字 它甚至可以当什么 可以当一个 集乎动词 所以就是比方说它什么 让某些人满足 比方说 比方说什么 Her answers seem to content him 就是让某些满足 那当然它对应的词 然后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也可以做别的事情 就是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注意到 在作业系统的content 它会变成竞争 我再讲一次 在作业系统 这个content 它做动词用 你需要把它翻译成竞争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但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为什么长这样 因为它就是资源的运用 所以你看到 像这边来讲的话 它们是让某些人 让特定的人满意 所以我今天这个lock的存在 是干嘛 是让 为什么我需要lock 它是mutual exclusion 所以我让某一个人 可以满足 可以通过这个 可是我一点 当这个人通过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就不满足 对不对 你又不是一无洋框 物体不满足 其他地方很满足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 这个content就是说 我今天这个人满足 那其他人就不满足 那反过来说 另外一个人满足 你就不满足 这个东西叫mutual exclusion 但是如果你长期的 都是陷入在这个状况 因为一次两次还OK 都是你如果长期 都是这样的状况 我称为叫什么呢 我称为这样的状况 叫做lock contention 这个东西叫lock contention lock contention一旦触发的时候 对整个scapability 会有致命伤害 所以你甚至可以说呢 甚至可以说什么呢 甚至说呢 整个这个 我们要追踪效能的影响 就是在降低什么 scapability 所以你看到画面中来讲的话 你显然 你要注意到 在这个 在横轴来讲是什么呢 横轴是使用者的数量 那纵轴呢 是这个 每分钟可以处理的任务 当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你看红色的 它就属于什么 correct 就是不好 所以你可以猜出来 它里面 基本上就会有lock contention的存在 好我们休息一下 好继续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这个lock list 其实整个设计呢是变得非常的复杂 那你可以看到底下呢就列出这个lock list 这个前置准备 所以其实你在设计资料结构的时候 需要巨大的变更 文点还会找一些 例子 比方说link list 这种东西 link list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做出lock list 就很容易 然后我们之后还会有 希望 希望还有专门的这个 讲座 专门在讲这个lock list 设计思维 然后也希望说 探讨这个东西 不是只是讲 看一篇论文 看一个报告 不是这样 而是希望说 真正真实实现的问题 看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其实它这个什么 这个有很有趣 这句话 就是在我们这个reader上 在设计的 然后你还考虑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不是每次都读得到 那原本的lock是说 反正我就等 我读不到的时候我就等 我吃吃的等 对吧 可是reader来讲不是 以这些lock list来讲 你还要设计说 我还要主动去想 我现在是什么状况 对不对 我是被人家放鸟了 我不能傻傻的等 我要放鸟了 是不是我应该放手了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一个例子 就刚刚提到的这个link list 好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今天有三个人 就是一个ABC Alis Bub 还有这个Charlie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今天reader跟writer都对谁 都对Bub 好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说今天reader跟writer 都指向这个Bub 然后我们想要操纵这个节点 所以注意到 注意看这个Bub的变化 接下来我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新的节点 怕你看不出它的差别 看到 原本长这样 所以这边就有个新的节点 但reader跟writer还是在这边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原本 Alis是连到B的 你不是Bub的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我有新的节点的时候 Alis是连到哪里 是连到这个Dubbers Dubbers在这边 所以A连到D 然后D连到C 但是原本B 还是有连到C的 然后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reader跟writer and writer 现在 所以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还是对B 那可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东西叫RCU 那个C在干嘛 Copy 你们看到这件事 Copy 所以它的这个 这边就有一个什么 这边就有个副本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它就 它就有个阶段 让什么 让这个 一个更新的版本 所以我们 我们不碰这上面 因为一旦碰这上面的话 reader跟write 就会有正确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碰 所以我们是建立一个新的东西 去碰它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还是让原本的连结 还是可以 可以联动 所以你看 原本是从A 7点是A 重点是C 那我透过这样的东西 我还是有联动 对不对 7点是A 重点是C 而且的确有联动 然后呢 下一个东西就好玩了 来 等等看这个图 这个writer在这里 对不对 writer 然后这边writer 这边reader 然后在下一个阶段 注意到 reader改变了 reader 跳到哪里去 reader跳到这边来 然后呢 这边 这边deebers 然后我们就很顺势的 把这东西建起来了 然后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为什么称为这东西叫做 too fast update protocol 因为我今天要读 要写 记得麻烦 对不对 我要先搞一个什么 先搞一个这个deebers 一个新的节点出来 然后呢 我还去标注它的翻门号 然后我再开始干嘛 把writer跟reader 推向在不同的 好 那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好玩 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 就是要涉及到等待 等待 就是要什么 就是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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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eader reader这个 的过程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设计 那 好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时候呢 reader跟writer 已经是不同的东西了 好 注意到 reader跟writer 其实它已经是不同的东西了 然后 但是这时候呢 write还有什么 就是 就是 它是 它是 在这个reader 我是在什么 在这个等待阶段 可能有 有好多个reader 好 反正不管 我就是在等待阶段 好 然后 这个bub这个东西有趣 好 bub这个节点呢 好 我们之后呢 需要把它移除掉 好 因为毕竟呢 它原本的东西已经是这样 已经我们不care了 所以 因为我这边write成功 注意到 一旦bub这边 一旦deeper 这边 就是更新成功之后 就update成功之后 那原本这个bub 其实它不需要存在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会做一件事 就是做这个 叫recommission 就是说它把旧的版本 好注意到 所以我们今天讲 那个旧的版本是谁 旧的版本就是bub 好注意到 旧的版本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rcu呢 在这个情况下 好 所以你开始看到什么事情 这个updater 成功的更新了一个新的节点 好 所以注意到这个更新的节点 好 然后reader呢 也成功的 好 去什么 就是 读取到下一个 不会受到影响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对应到 刚才那个我们讲的一个议题 就是你学这种同步的东西 可以做一件事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读资料的时候呢 我就先读一份 好 然后之后再读一个相同主题一份 然后如果说两边的资料可以相互解释得通 大概 你可能已经懂一半了 我们刚才不是有一张图呢 讲这个 那个就是Paul的那个包 那个那一篇 这个 我们刚才在解释的时候 不是我特别去分类 分哪些东西dangerous dangerous是所有绿的都看得到的 然后 那绿色的地方是安全的 因为所有绿的都看不到的 比方说我配置的机体 但是一旦呢 那我这个什么 这个point被我伤过去 它也变得Dangerous 所以我刚才来讲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到 黄色这个区域有趣 黄色这个区域呢 它还是Dangerous 但是呢 它只在什么样Dangerous 就是说 它是在原本已经存在的Reader 新的Reader是不会去读它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新的Reader是碰别的节点 所以完全不会碰到这个Cat 所以在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会有个 刚刚的一个机制 还记得吧 什么机制 就是这个reclamation 这个机制做完 那做完之后 我就要把旧的这个什么 旧的版本删去掉 好 那这边更具体 来看这个程式码 我刚才讲的是观念 那我们先看一下程式码 来面对照看一下 那之后 第一个我有一个 一个结构体 我称为叫Element 那Element里面包含几个的 比方说KeyValue 就是很基本的KeyValue 然后再来是有个什么 有个指标 所以它我用这个东西来创造一个什么 创造一个LinkedList 而且目前画面中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单向的 SingelyLinkedList 好 所以就是说这个单向的LinkedList 好 那再来是什么呢 为了程式的方便 我们先设定一个head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东西 那这件事呢 就是说像这个 你就思考一件事 好 思考什么 比方说借书 我们之前不是举个例子吧 图书馆借书的例子 怕你忘记 我帮你复习一下借书的例子 好 比方说呢 像这个我们之前在讲这个Savon的时候 我们Savon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在哪里 Savon的本质就是一个Counter OK 所以我不管我的操作是Done Up Wait Signal 我不管用什么操作 我的重点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Counter 对吧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这个Counter 在更新的过程中 会让其他的人 比方说他决定说有多少资源 可以同时穿越 同时存取 但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不在这个规范内的 人 不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的 人 你只能怎么办 只要等待 所以注意到 Savon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结构叫 Savon Waiter 所以 在Savon Waiter 来讲的话 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它本质上呢 它也是什么 它会去指向它对应的一个List 然后 对应的一个Task 就是Test Struct 就描述这个Process 然后它会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什么 叫Wait List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Wait List 在干嘛 好 所以比方说你看Dunk Dunk是什么东西 Dunk就是存取 要求去存取这个资源 申请去 申请或是Acquire 英文叫Acquire 这个Savon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注意到 当我在Acquire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呢 那我就要去更新 这个Wait List 好 那所以注意到 在这边Oder 来讲话 就是如果这个 我没办法快得到的话 我觉得 我就要去把目前的华士 挂进来 所以我也要等 就是这样 像在台南嘛 在台南的话 我不知道 Tim会加牛肉店 叫做六千 六千 那这个是奇迹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它的声音很好 你可能需要凌晨四点 像我今天讲课 讲到十二点 讲到晚上十二点 然后我可能就稍微密一下 然后早上四点去 去干嘛 去六千 那六千先做什么事 不是四点去 就牛肉汤可以喝了 不是 要先抽号码牌 所以抽号码牌 其实就是这样的Wait List 好 那你看到 我们今天这个Savon 的操作 它就是 涉及到东西就是Counter 那Counter以外的东西 就是一个Waiter 那Waiter 会有一个对应的Wait List 那我Wait List的更新 Wait List的新增 以及Wait List的删取 都意味着这些什么 这些资源的保护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这些 这些资源的保护机制 这些Critical Section 就是透过这些机制做出来的 那再重申 所谓的Critical Section 这些Cs 它存在的重点是什么 它存在的重点 并不是说 这个Critical Section 它的范围大了就比较好 其实不是 也不是范围缩小就一定比较好 不是 而是在于说 它的执行轨迹 不同的执行单元 比方说这个执行序 跟另外一个执行序 它的轨迹 比方说这样子走 这样子走 这样走是安全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走 这样走 就会危险 在你以前在学作业系统的时候 应该还有印象吧 比方说Dayluck 或是在教科书 或是考试很喜欢考的 Dayluck 发生了四大重量条件 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 不管它怎么去变换 它的核心思维都是一致的 我们就需要一些 这一系列的什么 我称为叫做 Synchronization Object 注意到我用的术语叫Object 就是它一个什么 一个同步处理的物件 那它物件就对应到这些 就是注意到 为什么用物件这个词 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数值 Counter是一个数值 但是为了Counter 做了一些必要的操作 不管是Signal Wait 或是Down跟Up 这都是动作 你把资料跟动作 建立一个联动 这就是物件 好 所以你可以招一个 招到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之前学习 学习像生分风 Mutex 基本上学东西 就是刚刚的议题 对吧 然后 现在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我的确 我这边也需要干嘛 我需要一个 也需要个list 好 那你看到 这个list是干嘛呢 就是要求去Synchronize 好 因为我们的资料 有什么 会有旧的资料 会有新的资料 好 所以注意到我这边呢 就有一个什么 就有个list lock 好 那这个结构到底 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好 别急别急 我们现在看到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我这个link list 注意到吧 这边是单向 这边单向link list 来讲的话 这就有两个操作 嗯 不对啊 有好多操作啊 我只看其中最关键的 read跟right 好 好 来认证看一下画面中这张图 就是画面中这个地方很有趣啊 就是你呢 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就是每次read的时候呢 就把它lock起来 就是我lock 而且我设计一个什么 一个 就是我即将 我就是我每次read的时候 就设计一个Mutual Exclusion 好 这可不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 好 可是呢 有个很大的问题 他就是 这件事呢 就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Course Green 的 Course Green的这个lock 好 所以你看啊 就是变成说我每次读 好 扣掉一些例外状况 像这个例外状况 好 那但是呢 我这个lock范围是很广的 好 所以意味着什么 同个时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读 好 这是一个 就是因为它会有互刺的问题 好 那你看 对应到右边 对应到右边呢 左边跟右边最大差别是什么 就是 就是read lock 跟unlock 拿掉 好 那右边这段程式码可不可以运作 当然如果说今天是单子允训 那没什么问题 好 这显然不是我要问你问题 好 你 不是那么今天你花那么多时间不是在听这个 好 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件事是说 当我们右 我们的程式是变右边这个版本的时候 好 我们有没有机会 就是把lock的需求降到最低 好 因为你看像左边这个lock很尴尬 好 它是它是能运作的 但是它不符合我们对scapability的期待 不符合我们对这个现代处理器的这个行为 对吧 因为现在处理器很多都是这种多合的 那你这个东西存在的话 其实麻烦你每次做read的时候 你就要lock 而且是护次lock 好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其实需要一些思路 去让你去想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RCU的引路 不是要左边那一种 是要右边的 好 所以注意这样 虽然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左边你觉得合理 对不对 那右边你觉得 这个东西一定错 对不对 尤其那个什么 你参加这些科技公司面试的时候 就很喜欢考这种题目 这段辞职码那里哪里写错 没有加lock 但是注意到 在RCU来讲 我们希望看到是右边 注意到 再帮你重新画一次重点 在RCU来讲的话 reader side 不要有lock 帅吧 只有writer side 才有lock 好 所以肯定呢 他的write 就会长得很奇怪 好 来 先来看一下这个write 那同样 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 那个write 是比较好思考 对不对 反正我就要更新 所以我更新的过程中 完全的这样 除非我失败 所以 除非我失败 否则这样 我就是lock到底 对吧 因为你不lock到底 你这个linked list 有可能会错 对吧 然后 可是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可是好玩的地方在于说 右边是真正 就是说 左边你可以想是 它是这种spinlock 的版本 或是mutex的版本 但是在右边来讲的话 它是我们rcu的版本 认真看一件事 其实 右边的版本也有lock 注意到上面 rcu reader side的部分 就是reader的部分 它是没有lock的 注意到 这是我们的设计目标 这是feature 不是bug 这是feature 但是 在write 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就有lock 所以注意到 我是透过write 那边下lock 而且lock的范围还蛮广的 从这边到底下 然后 这边的话 也不难懂 对不对 就是 当你完成特定的事情 就把lock解开来 可是你看 左边到右边 有一些事不太一样 好 这时候神奇的事出来了 第一个的 我要建立一个copy 所以我需要 需要 配置一段 记忆体空间 去duplicate 或是什么之类 反正我需要配置一个 新的空间 那这个新的空间 是 是安全的 可以更新的 因为原本绿的 是不会碰到的 所以有一个新的指标 在这里 然后我去指派内容 所以我什么称为 RCU 这时候你看到copy 所以你看到code 有比较有感觉 然后 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配置一个新的空间 然后给它一个数值 对不对 那这个数值怎么来 这个数值就是 包含说上面 什么value 然后它底下 要值得点 所以 这段程式码 对不对 对应到哪里 对应到刚才 这个 debuts的行为 对吧 所以原本是怎样 原本是 原本是这样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后来干嘛 我们建立个这个节点 而且把必要该衔接的 从A连到D D连到C 这样该衔接的地方 我们把它衔接起来 所以注意到 我们这边做的事情就是衔接 对不对 我讲的比较快 不过你大概看得出来吧 就是它之前的前面的节点 然后这些东西做完之后呢 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它就是要等待 这个等待 等待在哪里 就是刚才讲的 Grace Period 来复习一下 所以注意到 刚才那段的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 这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Grace Period 所以 这个东西呢 对Reader来讲很 所以你要知道 RCU的引路 绝对不是把 LAC换个名字 不是那么单纯 别人说 我们今天读资料的时候 Reader 我们刚才讲过 他对Reader的要求是很高的 Reader要战战兢兢说 我是不是已经过期了 Reader要战战兢兢去想 我今天 我的这个存权碰的 是指向这个物件 还是指向另外一个物件 我要去考虑到这个议题 所以注意到这件事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东西呢 是所谓等待的阶段 然后 之后呢 可能Mission 就是什么 把那个 那个节点把它释放掉 注意到 我释放的东西不是 不是New P 也不是科皮亚的嘛 它是P 那P从哪里来 P是原本 所以 对应到上面的图是什么 就原本是这个Bub 注意到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在这个实作面 实作面要特别考虑的是一体 这是Write 然后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依据RCU的设计 所以 因为 RCU的设计目标 是希望说 Reader跟Write 都可以进入Quickle Section 所以说上面这段可不进入Quickle Section 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它没Lock 对吧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 没有Lock 就是 很天真自然的去存取资料 所以就是 该做的这个 资料存取 该改变这个指标 就改变 但是在Write那边 会做一些调整 所以就是说 我Reader跟Write 可以同时进入Quickle Section 但是 一个时间 只有一个Write 可以有效 好 那所以 讲到这边你大概比较有感觉的 这是第一个范例 我们来看第二个范例 还记得我们刚才 有讲到这个 RCU适用在什么环节吧 帮你忘记了 帮你复习一下 所以就是说 像这个 像这种 做这种Cache Repression 对 平反的做Cache Repression 又读又写 然后呢 我们接着要讲的例子是 像这个Directory Cache 比方说像我展示给大家看那个 我要LS这个 那我不可能每次都去 傻傻的去 檔案系统的那个 就是像那Flash 或者像你的硬碟里面去挖资料 不会 那个太蠢了 所以尽可能是在Cache 基本上在组记忆体 我就从组记忆体里面拿 那 可是这个东西的设计也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东西会更动的 对不对 比方说画面中 你会觉得 这个目录的内容 怎么会更动呢 因为你不知道背景有哪些城市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背景 可能有很多城市在执行 对不对 你不晓得 好 那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RCU RCU 在这方面呢 就有很大的思路 思维去考虑 那我们这边讲的是 就是刚刚那个 Directory Cache 的一个相关的意思 所以比方说 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去 我们会有个表格 就是说像那个 像刚才展示给大家看那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会有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去记录什么 记录说这个 它对应的FireDescriber 所以比方说你用open系统呼叫 对不起 打错了 open2 如果你用open系统呼叫的话呢 那这个系统呼叫 它最后呢 它的返回值是什么 看一下 好烦喔 越来越长 看不看不完 好 然后 反回值 注意看到 它的返回值是返回什么呢 它返回值是返回FD ViveDescriber 那可视问题来了 我们有没有可能 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在我们做一些对应的操作 比方说我们去 变更 变更答案 或是去 调整你的这个 檔案系统的实作 有没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FireDescriber的内容 它的变化 所以你看到 画面中来讲的话呢 左边是旧的表格 右边是新的表格 那新的表格 那新的表格就是新增这些 新增这些什么 这个底下这个 FDSet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在做什么事情 你比方可以 可以main一下 比方说这个 select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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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先去读 像这个 FDSet 然后FDClear 注写写 issue 那种 那总之就是说 这个 显然 右边是我们新的 那可是 这时候也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同个时间 读取的人 只有一个人 或是同个时间写入 只有一个人 那整体来讲 很快我就遇到 scape in的问题 所以注意到 我们去考 R7如何去解决问题 注意到底下的标题 我们要先解决的是 各式各样来自这种 多核处理器上 来自这些 计算组织结构的变更上 看这些同步需求 我们如何去满足 那我们今天是透过 lockless lock free的资料结构 assume two-faced locking的手段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做 那这个东西呢 描述上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我就只跟你讲几个重点 所以就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就是呢 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思考 你的这个要lock的范围 所以这边显然有个很重要的lock 这个一个 里面有个firelock 对吧 那里面就是做该要做的事情 这个schg 就是做atomic的exchange 把旧的跟新的东西 把这个 就是有些东西操作对调 那注意到 这边的程式码显然是 是write的 因为reader 没什么好写的 像这上面写 reader就是照你原本的流程 真正的难地方在write 在write 在write来讲的话呢 关键地方就是 我 那个grace period 那个范围 所以我要去看 我在什么地方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放得太远 那太远的话呢 这个grace period拖得太远 这个对 这个 对那个 reader也是很大的 这个 的 风险 有可能读的东西都是 都是可能过时的东西 好 那所以关键地方在说 这个 wait for rcu 事实上 它有可能也是太粗了 所以注意到 我们在讲 rcu的时候 还会再讲 对应的callback 后面会提到 所以就说 这边是一个同步 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的同步 这边的weight 就是一个同步的 它不是 就是 它就是 它会在这边 就要 就要什么 设置好 对应的这个 grace period 的范围 对吧 就决定的grace period 范围 那像这样的一个 同时有reader 跟writer 这种应用长期 其实蛮多的 像这么的lautin cache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来讲话 网路的 档案系统的 多的是 为什么 因为 这就是人们的需求嘛 然后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rcu 在这个 呃 我们 就是 如果你是 业界的朋友 之前有写过 DIY driver 以前写DIY driver 第二个地方就是查datasheet 对不对 就是查datasheet 然后把 然后设定一些 对应的那个register 那 原本 原本是0 就改了1 那原本是11 就改00 那10改01 注射 那后来就越来越复杂 然后可能有不同的Driver model 现在 对不起 现在东西 又更神奇了 对不对 像这个lautin navork 基本上都有这些议题 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小 就是更性很频繁的小区域 但是这些东西 都会让这个 如果没有处理得好的话 它都会让Skebill有大幅的折损 那这些东西都是Linus不想要看到的 所以变成说Linus开发者 花很多心思去调整这个部分 然后呢 再来是说我们刚才有提到像reotime 这我们之后还会再继续深究reotime的议题 那这些议题考虑进去之后呢 它每个环节就变得复杂 所以注意点 你现在学Linus kernel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说像恐龙书那样的学习 你想你以前在学恐龙书的时候 比如说前面在讲 讲这个系统呼叫 然后来讲process 然后来讲同步 对不对 好像每个环节都没什么太大的关联 对不对 独立看 比如说讲synchronization 跟那个什么 跟档案系统有什么鸟毛关系 跟那个系统呼叫有什么鸟毛关系 对你可以独立学 要考什么读什么 但是你看 以这边讲例子 我们今天讲RCU 它就不是只是read, copy, update 不是那么单纯 也不是看着 刚刚讲什么grace period之类 不是那么单纯 而我们再一个地方是 device driver 那些subsist 或者说这些laughting cache 或者什么firedit 那个什么 directory cache 注意一下我该怎么实作 我该怎么控制的范围 我该怎么让我的reader 知道说它有新的旧的 有这些virginary 有这个版本的问题 以及我要该在什么时间点 正确的做出reclamation 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去考虑的议题 那注意到 这不是只有linux才有 这东西多的是 好 所以比方说呢 这个 第一个 Dynux Dynux 是更导之前就已经存在 刚刚讲过 其实80年代就有人在研究了 然后呢 还记得那个 Paul McKinney 就发展RCU Paul McKinney 他在哪里工作 在IBM工作 那IBM自己有一套作业系统 叫K42 那你也知道很多geek 对42是一个很爱 迷恋的状况 就是 你懂吧 是时候是一个梗 那总之呢 那个 IBM有一套 很厉害的作业系统 叫K42 那他的针对东西就是这个 Large Scale Parallel Architecture 所以包含说以前 IBM自己的 那个 S390 Power架构 然后后来他有个针对一个 NUMA架构 发展一个东西 Tornado 那就是这个 跟 就是Tornado的 大学合作的一个部分 不过 K42 你可以先忘记它 因为他已经过去世了 然后呢 注意到这份投影片 是谁做的 是德瑞斯顿科技大学 他们自己有开发作业系统 哪个东西是看不开发的 超奇怪的 叫Fiasque Fiasque 你去查 它是什么 失败 挫败的意思 很神奇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竟然 竟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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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单位 取名字 就叫 让自己叫 失败 也许他们是 失败为成功之母 Anyway 那这个Fiasque 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是在整个 L4 迁定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而且它有商业运转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实作 然后呢 这个Pistachio 也是德瑞斯顿大学 发起一个专案 那后来也有跟那个 新南卫士大学合作 后来新南卫士大学在澳大利亚 另起步骤 搞了叫 OKL4 SDL4 那就是独裂的东西 但它的前身是 这个Pistachio 好 然后注意到 这些作业系统 你看新的这些作业系统 还有还有旧的 其实这些都已经存在 尤其是新的作业系统 它都有这种 这种Two-Face Update 一个机制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就有个准则 一个规范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很麻烦 还记得 刚刚LinkedList怎么写 回想一下LinkedList 所以我们Copy那个阶段 是针对什么 是针对这个Writer 这里 这个Copy这个阶段 那这个东西就变很关键 就是说我们要 要在什么时间点去做Copy And Update 以及这段时间 到底会拖延多少 对系统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也要去思考 然后 再来是说 因为我Read那边 就是有版本 版本的议题 所以我们要去想这个 这个 你看这个Wid Period 它在Wid Period 是允许 进行中的这个Read的操作 然后呢 直到这个旧的状态 就是旧的状态 这个 完毕之前 它是允许这个Read 可以去用 然后呢 这个Reclamation Reclamation 它就是干嘛 就是把这个旧的状态 把它删除掉 所以这个东西前面是用 KMail Lock 那后面是用K Free 这样去实作 概念是这样 但是呢 很快就遇到下一个问题了 注意到 这个 什么时间去 什么时间去 reclaim 什么 然后呢 我该等多久 跟大家讲 真正难念 真正难念不是这些 真正难念是这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 这个东西 它事实上会有些 存在一些准则 而且这个准则 还跟 资料结构的形态有关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你 以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是一个最 怎么讲呢 就最 乖乖牌 安全牌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我要等到每一个什么 Concure律的操作都完成 没有在其他Rivers 然后 我再继续下去 那这个是乖乖牌的做法 但是 你看出来 你一下就看出来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对不对 这个 你就要等 等就是会有什么 会有额外的延迟 所以注意到呢 刚才不是叫大家 寄另外一个字 来看一下这个字 上一下 这个字呢 有时候学电脑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 学电脑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有些字 这个是什么 你看 搞不成懂它的意思 好 这个字呢 那 叫 叫什么呢 叫 quiescent 那 quiescent 这个字 那这个 这个字翻译成重很难翻 就是说 它是 沉默的 比方说 选民 沉默的选民 沉默的中间选民 沉默的一群人 或是什么 为台湾经济奇迹的无名秀 沉默的 它不是不存在的嘛 什么叫沉默 这个quiescent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 你知道英文很多字 它那个字很复杂 那总之就是说quiescent 是说一个人 它其实存在 但是 但是呢 它 好像你看不到它一样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说这个quiescent state 可以说什么休眠啊 或是出一个 或者讲隐退 隐退这个字就是这个 就是像那个 明星嘛 或者说那个政治人物嘛 对啊 就是这个 我要退出 退出江湖啦 从此之后 不当行政院长 主持人 那他讲那句话 其实他就陷入一个什么 叫做quiescent的状态 但过一段时间 他又出来 出来当行政院长 或出来担官 这OK的嘛 因为 他又回到大家的目光前面 他没有阻挠到就行了 那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Grace Period 它是有定义的 所以注意到 这边有个定义 我们呢 这个定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每一个CPU 它都已经经历过 它的quiescent state 所以也就是什么呢 每一个CPU都有经历过什么 休眠 注意到 我这边的休眠 并不是透过lock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spinlock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有什么wait for event 还有一些SEV 从这个CPU休眠 然后醒来 所以说 我们这边讲的quiescent 它是概念上的休眠 不用CPU真的休眠 对吗 所以 我休眠就意味着什么 我不管别的事 对吗 所以我们 不是叫Sleep Sleep是真的去睡的 quiescent 就像刚刚讲的政治人物那种 冲着之后 我不选什么2020的总统 那个叫quiescent 就是说 它没有积极的选总统 它没有积极的当官 它没有积极的 就是拉拢地方 但它心里澎湃着 它在等待那个司机到来 在等待这个 像那个朱立伦 除了剪彩以外 就在等待这个 选总统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什么 在它宣布选总统之前 就叫quiescent 所以注意到这个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的quiescent period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每个CPU 都已经有经历过这个什么 经历过这样的一个 不理事事 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去想 依据这个定义 你就比较容易懂 懂什么 懂前面这个啊 看一下 怕你忘记了 就是 你可能会比较懂什么呢 就是 我们今天 这个议题 就是说降低synchronization的成本 然后降低这个lock contention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你要自己去定义 你的什么 你的范围的 所以注意到 写程式为什么难写 就lock list的东西 都是那么难写 即便有很多 即便有RCU 这种模式 它还是很难写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要去 要去设计 要去思考 就是说 因为我会有旧的资料 对应到旧的Reader 那 我的Reader要多久 才不理事事 或是说 我Reader后面 就是说 比方说 我读完这个旧的资料之后 我新的资料 下一次读取资料 会在什么时间点 你自己心里要顶 你心里要知道 它在干嘛 好 所以 它的这个 这个款 Alesson State 它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 这个资料 就是在这个什么 这个CPU 它没有任何的存取 给定资料结构的reference 就是它没有任何存取 而且是注意到 是半个cache 就是 就是我没有 我不会去做任何读的事情 我还是可以做特定的事情 比方说 go2来go2去 OK 或是说 你就是喜欢做某些事 比方说 你就是喜欢 这个CPU 要做什么中断处理 这也OK 但是 你就不能再触碰到 共享资料 类似这个议题 好 那所以 注意到这个东西很好玩 你看 如何去量测 一个reference period 有两种 一个叫enforcement 一个叫detection 然后 注意到这个东西 这个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 不过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说 它的设计 那个reference period的设计 是很关键的 它涉及到最终的什么 最终的正确 还有涉及到所有的reader 本身的那个效率议题 以及说 所以 因为我过程还是需要等 只是说等的范围 我能不能去把建议出来 能够很明确的把规范说 它在哪一个时期 所以事实上呢 它是有一些准则在这边的 所以这边请你仔细慢慢看 就是讲这个 这块essence state 那你可以把一个关键把它抄下来 叫per cpu 那更正确说法 叫per cpu data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在 比方我们讲这个 执行序好了 这个thread 在同一个address space 底下的thread 它看到内容 它看到的机体内容 几乎都是同一份 扣掉某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比方说这个叫tls 叫什么 叫threadlocal storage 顾名师就是说 如果你的系统有支援tls的话 那这个内容 就只有给定的执行序才看得到 所以比方说执行序A有tls 执行序B也有tls 那A的tls是看不到B的 那通力B也看不到A的 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个支援特有的 一个local storage 好 但是呢 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这个玩意 注意注意注意看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 在cpu上的行为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就是说 OS它没有做blocking 没有做preemption 在readerside没有做这个 然后 比方说 有没有发生connet switch 有没有在什么 有没有在这个 那种 idle loop里面执行 那有没有kernel exit kernel entry 跟kernel exit 就涉及到什么 像这个特权模式的切换 像这种问题 那这些东西都会破坏到 什么 破坏到这个 cpu data的一个状况 所以注意到 我们为什么讲 rcu对资料是 rcu为什么对readerside资料是很敏感的 因为它为了要去确保什么 它的quite essence state 那quite essence state又决定了什么 你的grace period 所以注意到 整个rcu最难的地方不是上面那些APM 是这一页 那请你原谅我 这个东西如果再解释下去 我们可能要解释到半页 那所以你先有个概念是 not discussed in this list 就没办法因为这个复杂 懂吗 那这个没关系 这个我们之后还有排这个相关的讲座 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知一件事就是说 今天我们为了要做到lockless lock free 所以其实你看 虽然readers在那边看起来没有lock 但是他的设计变得很复杂 还要考虑到一堆这种议题 反过来思考 spinlock单纯太多了 反正我就设计spinlock 拿来做到mutual execution 你能用我就不能用 那不能用你就不能转 转把气彩霓虹灯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96核100多核的 就100多核跟你一起转把气彩霓虹灯 这是很可怕的开销 可是注意到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quite essence state 这真的在rcu也好 或者在其他的lockless的结构 这是很关键的议题 所以不然说像我刚才提到说 要做什么形式化验证 难就难在这个区域 所以你看画面中这个地方 就跟你讲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quite essence state 界定出来 就是说这件事 不影响到reader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 我这些什么content switch 我这些什么 kernel这个特权模式的切换 比方说我进来 这个叫kernel exit 这个东西叫kernel 就是讲说了 这一个方向叫kernel exit 这个方向叫kernel entry 从user到kernel mode叫entry 同理从kernel到user mode 叫做exits 然后我要去抓 要抓这个关键点 所以你看到 我要能够抓得出来 quite essence state 因为刚才讲过 这个东西涉及到什么 涉及到 是什么 涉及到 greSQL的定义 对不对 就是在每个CPU 经历过什么 quite essence state 的什么 的时间 的 的 范围 我们称为叫做quite period 好 然后 继续看 所以 这个时候面很复杂 就是 稍微一点印象 因为这个 这个 给你个小提示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 讲解的东西很难懂 也不要觉得太难过 你可以Google搜寻一下 在那个 在YouTube搜寻这个 搜寻这个 可能要把Paul的名字搜进去 Paul McKinney的名字 跟RCU Concept 那就可以找到linus foundation 做了一些录影 那它有一个tutorial 然后我记得 有一个版本是有录影的 那你可以去看它 从作者的观点 跟你介绍什么叫RCU 那是很有启发性的那种 好 那我们呢 继续前进 好 那这个quite essence state 这个东西 要跟你解释有点困难 好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你先有这个概框 就是它背后的学问起来蛮多的 但是你有先的概框 所以我来看一下就是说 如果要怎么让RCU是scalable 注意到不是用了RCU 就会scalable 而是用了RCU 以及充分的处理quite essence state 充分的处理的grace period 整件事才会scalable 所以注意到 这个它对那个programmer的要求 是蛮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一直强调说 你不能只看恐龙书 你恐龙书在什么改版 现在不知道第几版 地球版还是第几版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不出现的 但是呢 这个是从业人员 这个是当下 我们这些工程人员 都关注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所以总结来说的话 你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你看这里 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 我们为了要让这个scalable 变好 我们要用一个fine grain的设计 所以我就不会只是一个writer 一开始进去给lock 你一开始给lock 不能这样 那我们就是用callback 在特定的情况下 我做特定的动作 然后把lock牵的吸引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fine grain的设计 然后呢 在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涉及到CPU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没有要跟你介绍 因为我要跟你介绍 一个东西叫perCPU 不要怀疑 或者刚才讲的perCPU Depa 你要对这个东西有非常熟 看这个区域才make sense 否则你永远又是看到 引擎的曲绘 请你原谅我 那我知道继续了 然后呢 再来是后面东西单纯一点 就是说这个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 敲定了这个 Grease Period之后呢 可能后面要做的东西就是 reclaimation 就是把这些什么 原本配置的空间把它释放掉 好 然后这个Copex是为了做出那个什么 做出那个 那个fine grain做出来 好这个这个 我可以快速带回去 好 然后呢 再来是 好 接着我们终于来切换到linux 可爱的linux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个东西就是 它是 事实上 画面中 为什么中间看起来都灰茫茫 不是因为空气污染 我今天在台南的时候 我今天从台北 我早上从台北大高铁到台南准备上课 我就中间补茫吧 然后呢 补茫补到快台南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奇怪 好像 好像梦没有醒来 因为画面看起来就是这个 这个画面 然后我就去冲把脸 然后发现奇怪 我眼睛怎么还是 才这么奇怪 然后发现 空气就拆了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它其实 它就是一个 这个RCU 本身是没有在运作的 自己开始 好 接着呢 好玩事情发生了 在哪里呢 好 好 好玩事情在哪里呢 好 注意到 在1的时候呢 是什么鬼都是灰灰的 好 在2的时候注意看 CPU4 Number4 Number4 这边有个A 然后呢 所以这边来讲话 它Request的A 在那个 在Number4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 B呢 是在Number1 去Request B 好 然后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 麻烦事出来 就是 你看 你看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上面 上面来讲话呢 它有一个 Grace Period 因为它有一个 你上面有写个什么 在这个 就是 因为我 你看我这个状态 就看这个状态 我这边有设定的 Grace Period 1 编号1 那它的上面的 它上面的 那个 内涵值是 0111 那 所以 对于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要考虑一个议题在哪里 就是说呢 这个 A跟B 那 我跟A跟B 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这个 Reader也好 Writer也好 那我今天 我们把这个Grace Period 抓在这个区域 那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 我对Reader的 假设 就是前面讲的 意大利的假设 还记得吗 就讲这个 讲这些假设 那 这个都要 都要符合 如果没有符合 对不起 这样RCU 是不能运作的 所以 后面再讲事情什么 就是后面就在调 比方说调这个 前面是这个 011 那这边就变成 0011 就是下一个Grace Period 在这个区域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在其他的处理器 他就会去看 我是不是到 我的这个 Creation State 我是不是有经历过 这个Creation State 好 那底下这个示意图 可以慢慢自己看 就是这个 你需要对照 Paul McKinney 他的那个 介绍的议题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 比较麻烦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我们缺乏 对这个 CPU的认知 以及说 我们不晓得说 原来Reader 要考虑议题 这么多 虽然我们做到 Lockless 但是Reader本身 他也尽了责任 而且他在 存取资料之后 他是很敏感的 要考虑议题 是很麻烦的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挑战 那底下就是一个 示意图 就是说 这个实现 实现的部分 就是 理想的情况下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RCU 已经很接近理想 那当然 如果说我们讲 Global Lock 就是那种 Spin Lock 你会看到它很差 它的这个 Scape It 就很不好 就是在这个 HTable的状况下 所以注意到的就是说 RCU 注意到 RCU 它改善的不是 效能 正确的说法 它改善的东西是 Scape It 在你会用的前提下 但是反过来说 它也大幅的提高难度 以前 你用Spin Lock的时候 真的不用想那么多 你只要想说 Reader跟Write 本身它是什么 是Mutual Exclusion 然后呢 我这个Reader 读不到资料的时候 我就在那边 把CPU就在转 把七彩霓虹在那边转 可是呢 在这个RCU 来讲的话呢 整件事变得很复杂 对不对 你要看它是 旧有的Reader 旧有的资料 什么时候完成 好 那新的资料 在什么时候出来 然后 所以它只会在特定的 就是对这个 系统效能很在意的 像这种 什么机体延迟的 像什么 这种cash 或者是说 一些像 realtime 这个会特别去关注的 好 那中油呢 我就可以往前推进了 就是这张图 所以刚才解释 到这边来讲的话 你可能就心里 什么 好像就 就常常看到一丝希望 对吧 所以就是好像就比较知道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 那接下来 跟大家看一篇短文 这个短文呢 你看标题就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是一个 Lockless 大家刷取 那就来讲这个 里面叫RCU 然后这RCU 你看到这个东西 它取的意思 它叫这个RCU 放这个图 主要是 为了那个 为了什么 为了这个 资源回收 好 那前面很多东西不用解释 就是什么RCU 这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看到 RCU 从2002年引入 所以一开始呢 没有多少 没有说 没有多少 subsystem API 在使用 但你后来看 其实很惊人 你看4000多个 这个 API 就是跟RCU有关 那也因为这样的投入 所以你看到 这个后面很陡 因为这是工程投入的 这个是工程 因为这些工程投入 让Linus 的SKP变得很好 那过往 Linus在 伺服器 的运用 尤其在资料库的运用上 会被人家诟病 说SKP变得很差 对 在2004年以前 的确是很差 但是2004年以后呢 这有很大的改变 很大比例就是因为RCU 很大比例就是因为像 Ray Hay IBM 他们都捐赠了一大堆 的专利 还有他们投入很多工程资源 去干嘛 去改善整个坑楼的表现 然后所以这边 应该说讲过了吧 好 然后注意到 所以这个 Graspill提醒大家一下 他就是 这个 Graspill开始之前 要呼叫什么 Synchronize RCU 然后呢干嘛 要等待 那些 reader 旧的reader的完成 然后之后呢 才能看吧 才能做这个 recommission recommission 才能办法去做 这些回收 recommission 回收的分 好 那除了这刚刚讲的这个 RCU以外呢 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项目 它就是另外一个专 称为叫做 userspace RCU 那它顾名思义就是说 把RCU那一套 思路 就是这个 reader write 那一套思路把它 翻到 userspace 所以它是做在userspace 它是一个 library形式存在 那它的缩写叫做 U RCU 就是userspace RCU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呢 就是它的文件很有趣 所以强烈建议你要去看 那就可以看到说 它的整个描述 那这个东西很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userspace RCU 或者更正确的说法叫做 general purpose RCU 如果你运用的恰当的话 它很可能可以让你这个应用 比方说这个资料库 就是它的concurrent 就是有非常多的同时联系 来说是要充取 或者说像这个网络伺服器 就是web server那种东西 你善用的话 可以达到效果的提升 但是很不幸的 它的写程式方式也是比较麻烦 就是这个还蛮 还蛮骚脑的 就是像这个画面中这样子 反正很骚脑 就是这个 就有 你看画面中这个东西 给你提示一下 这些男不是男在习家家的吗 你看到这个冒号冒号知道它是习家 男地方不在习家家 男地方不在习家家 在哪里 memory model 所以比方说你看到 这个memory order acquire 然后呢 呃 这边有一个fence 表示什么 memory barrier 然后这边设定一个什么 relax 然后 这边设定说我的load stop的顺序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你看到这边有个control bit mask Ctrl bit Ctrl bit 是设定的这个部分 然后 所以你看 这个程式呢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 好多议题要去看 然后你个别Google搜寻的时候呢 又觉得奇怪 这什么鸟 对不对 就是说 为什么assesslock要搞那么复杂 为什么还需要一个 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nestlock 这个就是要 底下有一些解释 请你慢慢回去看 那当然 如果能够善用的话呢 你可以怎样 注意到 因为 这整套不是没有OK 但是它的成本代价 会比什么 会比我们用mutex 或是用automic instruction 这边讲的CS 就讲这个compare and swap 会来的第一 如果你用的好的话 那 同理 底下也是需要设计quist period 而且知道这是决胜关键 所以就是说 这为什么请你去看这篇文章 这底下有很多思路要去看讨 所以这也是我们如果未来以后有 希望 希望近期就可以来探讨这个 像这个什么 就是 User Space RCU 或者说这种 这种特别的一些 这些效能议题 还有一些跟延展有关的部分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说这个 这个 事实上Linus kernel已经有大远用到 用到这些这些东西了 然后 这个 这个 囤分 这一份材料在之前 其实有提过嘛 就是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 怎么做它的对那个scapability 会有影响 所以这边就帮大家画几个重点 那这边来讲的话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 呃 Kernel里面 在很多时候呢 是读的时候多 写读的时候少 所以我们会有这个 在很多情况下有这种 读多写少 所以读多写少的情境 我们就发展什么 Lulaylark 会终结这种 这个什么 RCU 所以刚刚讲就是这种情境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多数的什么 多数的这个 系统呼叫也有这个类似的状况 我去描述我的fire descriptor 而且我是在很多操作嘛 比方说像刚才 呃 跟大家讲的那个select 对不对 好select 好 像select来讲的话呢 它的带路的这个fire descriptor呢 就是 呃 它就不是一个 它是多个 多个这个fire descriptor 而且它可能涉及到 读取端的fire descriptor 以及写路端的fire descriptor 所以变成这两个 这个东西呢 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会需要什么 去RCU 好去确保 它什么 它的scape built 好 然后 呃 所以比方说这个 就跟你讲说 什么时候移除啊 就跟你说它 不再是reachable 所以就是说 这个 但是你不能随便 随便把它释放 你要确保说 不再被接触了 好 然后再是 在RCU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去 disable preemption 这个东西特别重要 就是说 RCU 虽然它没有lock 注意到 它没有这个 没有这些spin 这边转转转转转 spin 转把器材扭 那边空忙 所以 虽然看起来下面图好神秘啊 好神奇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RCU 在实作面 就是在 Reader的quickle section Reader的cs 里面 是要抑制它的preemption 我们前面有提到 Linus kernel的发展 除了为了stability 以外也为了real time 那为了要real time的话 我就要确保说 我在kernel 有足够多的地方 可以让我做什么 做preemption 但是RCU 为了让Reader端 的资料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 叫 disable preemption 好 这件事很重要 所以如果说我们讲 这个概念上的是这样 就是说 我的Reader Reader那边的lock 就要干嘛 就要去disable interrupt 然后呢 这个 它有个就是 有个东西叫 preemption count 我 给你关键词 你可以慢慢找 preemption count 这个东西就设计到什么 设计到 kernel preemption的原理 所以请你自己去查阅一下 我们之后也会来探讨这个部分 不过 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要探讨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lock跟unlock 其实就是什么 设定一个 disable跟enable 所以你看 这个是 disable preemption 那这边就是re-enable kernel preemption 那我们在进入grace preview的时候呢 要先互叫synchronize rcu 对吧 所以 我 什么叫synchronize rcu呢 就是什么 呃 在特定的行程上 去 去 去运作 好 而且呢 运作到什么 运作到我们设定的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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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这个 区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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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预期的样子 好 那实际上rcu的API不是那么单纯 他想的东西可多了 但是也不用太害怕 所以就是说 他有前面那个绿rightlock 好 那注意到那个right那边 单纯 right那边 用原本的lock 像spinlock那种东西 所以right那边不用特别写 好 注意到 但是 像什么synchronize rcu 还有帮他那些callback 为了要做这个fine grain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我们要做fine grain设计 因为有这个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derivance 就是说我这样原本 我原本是透过什么 透过这个 还记得前面讲的那些东西吧 这个 比方说前面一开始不是有个示范 对 示范说这个东西怎么指 像这样的一个通知梯制 是会有一个什么 derivance 所以你看 signal 就是intense to the reference 那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在什么 它是在critical session 里面 才有意思的 好 那除了这以外 来讲的话 这个是 注意到好 这是derivance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protective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解reference是在inside 然后这个 寫protective是outside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请你Google搜尋一下 那种说明的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还有什么 还有帮助assign 就是相关的这个 在critical session 里面做assignment 好 那接着我们终于来讲一个例子 这个 就讲那么久 很烦的 你可能一起说 我应该一直在coding 而不是一直在讲故事的 按通一片 好 那注意到呢 这边有个例子 这边有个rcu例子 那它去展示了rcu里面的api 以及rcu里面的 就是在rcu里面怎么做这个link list lock list link list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程式码的说明 这个程式码是这样 它做一个展示 注意到它本身是一个curnal module 那这个curnal module里面做什么事情 它去做一个书籍的管理系统 好 这个所以呢 就会涉及到什么 书本的借阅 就是有人要什么借书 有人就要去等 那有人会去查询这个书本 是不是还在图书馆里面 那有人就要还书 他就做这样的一个图书管理系统 第一个 第二个什么呢 它把这个rcu的操作 把它对应到什么 把它对应到这个 这个订书 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行为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所以这个整个书本的管理 它就是用这个rcu的list 来做的 好 然后呢 那么在这边来讲的话 它做一个很重要的对应 就是把这个书本的操作 好 比方说去增加书本 借阅书本 还书 以及什么 以及是去询问 这个 这个书被借了没 注意到 它是 这是 它是不是 是什么 这个书本被借阅与否 那也有什么 也有把这个书 丢弃掉 丢弃跟还不一样 就是丢掉 就是说这个 可能书已经坏掉了 或者疑似了 就是这样的第一个 所以这个例子很好玩 我们快速看一下程式嘛 然后再跑一次给你看 所以第一个呢 第一个程式是这样 它有一个资料结构的ID 然后再来是 这个 书名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作者名称 那这本书被人家借了与否 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是布林子 是比较make sense的 就是说 书本被借 还是没对借 然后呢 这里面呢 注意到 在Linus来讲 还有一个通用的资料结构 对不对 叫做什么 就是叫这个 一个list 那Linus上的list 是一个 它是一个circular 它就是 就是 尾巴还会接回到源头 然后一开始呢 建立一个list head 所以我们建立一个list 叫做books 所以我们那些书本 都是用link list 去串接起来的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宣告一个spinlock 在这边 所以booklock 所以比方说write那边 会需要用到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方说我刚才对应到那些操作 我们帮大家弄个对照表 好 好 所以看哦 注意看这个新闻 如果我要去新这本书 它叫什么 它叫什么 它是writer 然后呢 如果你要去借书 借书那完了 借书呢 这件事最后会涉及到一个 什么 会涉及到一个reclaimer 或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reclamation reclamation这个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应的程式码 先来编译它 这个程式很单纯 就只有一个点系档 那编译完之后 会得到一个KO档 你在instormarget就可以用 不过在我们看 执行之前 先来看一下程式码 就照着它的说明来看 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 资料结构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 adbook adbook这个东西呢 稍微有 一点点小复杂 不过不用太担心 好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要透过rcu 好 我就要干嘛 去配置记忆题 好 那当然配置失败我就放弃 好 然后 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copy 所以你看这边东西 对那copy 对不对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那个资料结构 讲那个 讲那个什么呢 讲这个 讲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个程式码很像 对吧 这个 所以我要做什么 copy and update 好 看一下 好 那所以我们就准备这个资料 那当然开始就是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就开始没有 零 零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零意味着什么呢 零意味着就是 就是没有背键 一是背键 这样解锁字来 解锁字 对 好 然后再继续看这个adbook 好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很单纯 就是这边是copy 在这一段 好 那后面呢 终于来做什么 要做updates 好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在我们这个更新的时候呢 好 我原本的book books lock 要把它 要把它锁住 好 因为就是 所以你看我这边在讲 做这个 做这个意思 就说 因为 我这边有一个什么 write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lock 是给谁看的 是给write 看的 好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bookslock 给write看的 好 然后呢 这边来讲话的 注意看 所以你看到这边我做什么事 我这边在新增 我把我的这个node 对不对 这个 b 的这个node 我把它什么 加到那个book里面 book是个list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在linux原本 它就有一个api 叫什么 叫list add 这原本就存在了 好注意了 这原本就存在 然后 所以刚刚那个东西在哪里呢 稍微用一下 好 所以这本来就 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就是在 先不看底线 底线的 好 所以就是它就是 让新的节点 加入到什么 link list的开头 好 所以新的节点会变成head 指向的nest 然后 然后 所以它的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为叫做stake last in first out 就是像这个 注意到你要学的是它的方向 好 然后好 另外是什么呢 针对rcu的需求 这个list add 也会有对应的rcu版本 那同理常见的资料结构呢 或多或少 也会有对应的rcu的版本 好注意到这件事 接着呢 呃 来看另外一个东西 比方说你要去借书 借书这边看到 这边有什么 除了updater 所谓的writer以外 他还有要做什么 做reclaimation 好 followbook 怎么写 好 我要去借书 好来注意到 借书 借书的时候注意到 第一个参数没什么好看的 id 就是book id 但是第二个参数很好玩 叫async 也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它是asynchronous 来看一下 asynchronous 所以看一下这个东西啊 神奇的地方在这里 就要去问说 它的模式是用非同步的方式去经营的 还是同步的方式去经营的 那我前面有讲过这个同步的 所以我在我们的grace period 进入的时候呢 就呼叫什么 就呼叫这个rc 那中间呢 开始做一大堆事情 整个做完之后 我才能够做reclamation 这个关键字都念起来要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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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所以认证看这个东西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 好 那所以我在一开始呢 注意到我们今天要借书嘛 所以借书一开始要干嘛 它会有个对应的那个read lock 对不对 然后这边有个read lock 然后呢我干嘛 因为我原本的东西是在link list上 所以我要设计好一个对应的read lock 之后呢 我注意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我要去走访 所以我用for each 走访吧 走访这个books里面 好 然后呢 我每次走访之后呢 我得到我这个资料更新到b里面去 那我就去看这个书借了没 那是不是就是先看那本书是不是我要 好 如果那本书呢 是我们要的 他就问说是不是被借了 好 所以如果这边 这个 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借了 好 所以我就干嘛 我就不需要再 再绿 所以我的那个什么 我的quickle session 就应该结束了 就他没有什么好眷恋的 就是此处 不留我 没有 我没有我可以看的书 所以滚了 好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ID不是 不是这本书的话 好 注意看啊 ID不是这本书的话呢 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好 我们就要做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操作 好 所以比方说呢 他是 不是旧的 就是如果他不是旧的去掉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 我就把那个 那个 那个 reader的quickle section把它去除掉 好 就是把这个 就是 急早 把这个quickle session 脱离 然后呢 后面呢 注意到 前面都很单纯 去找书 对 但是问题呢 今天呢 这个东西 借书 你要先找书 好 所以前面注意到 前面只是找书而已 所以刚才讲的一大堆 他只是找书 所以我还要干嘛 我还要去借 所以我要去改变他的什么 改变他的状态 注意到这里 好 所以你以前用spinlock的时候很单纯嘛 你以前用spinlock的时候就是 反正我可以 spinlock的时候 我acquire成功的时候 我就把那里面的栏尾改掉 收工 对不对 可是呢对不起 在rcu来讲 你就是要干嘛 就是 你要 做rcuupdate的时候呢 你要先copy 所以对嘛 你要先配置记忆体 好 那所以呢 你干嘛 就跟前面做的事情一样 去配置空间 好 不过这时候呢 你更新的时候就要干嘛 就要把它标注成以前借了 好 然后呢 接着干嘛呢 接着呢 就是 我要把 我要更新我的内容 所以在Linux 有一个API 叫list-replace 好 然后呢 replace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先找到 去把原本的entry 找出来之后呢 把它换成新的 好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是原本的entry在这边 好 然后他把它换成新的entry 好 那他内部的始作器很单纯 好 然后 我们在意东西在哪里呢 我们在意的地方 好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呢 我借书是什么 我除了要把 资料结构要标注说 这本书我被借了 好 而且呢 link list 就单向link 那个 那个 单向 就是在linux上 那个link list的 那个 内容要换掉 所以本来是 比方说原本是 马英球的 好 那我们就要换成 蔡英文 这个类似的借书 好 好 然后呢 因为 我都借完了嘛 所以我这个reader的地方 因为我前面查阅资料 已经做完了 所以我把它unlock 所以注意到 这边是reader的unlock 好 那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 为了要能够缩减 缩减我们的这个 为了要做到这个finegrained 所以事实上呢 在实作面 注意到 在这个实作面来讲的话 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synchronous 一个是asynchronous 所以这边来讲 注意看 如果你第二个参数设定成1 或是不是0 的数值的话 它会呼叫一个东西 叫callassiu 仅可能用 用什么呢 用那个 非同步的方式 然后足以的去把这个 相关的callback 去执行到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用什么 就用同步的机制去做 所以先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实际上用的时候怎么用 所以比方说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 sync 这个变数 那你还是好奇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在测试的时候 测试的时候 会带入不同的值 去带进去 分别用 同步跟非同步 去测试过 既然讲测试 我们再跑一次吧 好 那我刚刚闭完call 好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是 int-module 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观察 d-mash 先把它清干清掉 清干净 好 所以你这样就可以 加个 减大C 可以把它清掉 好 那这时候干嘛呢 我要来 印射 module 好紧张好刺激 对不对 好 印射 module 你要印射哪一个呢 是这个 vistrc.ko 好 那这时候呢 你用d-mash去 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的确呢 有一个什么 因为我目前这个kernel 有打开那个验证 就是说 为了要避免那种 恶意城市攻击 那所以 我的kernel module 是有开这个kernel的验证 不过你不用管它 好 那 我们来对照看一下城市码 跟它的输出 好 你有没有看到 J跟JB J跟JB JB 好 所以就是说呢 我的这边有个程式码 叫test example 这test example 会在 这个kernel module 初始化的时候 被呼叫到 而且它会有不同的模式 一个呢 是 同步的 第一次的是用同步的模式去跑的 第二次是用非同步的去跑 不管同步跟非同步 我们看到什么 还开始做的动作是什么 去增加书本 所以这个 我自己这个程式有改过 所以我一边是叫J跟JB 第一本书叫做J 第二本书叫做JB 然后呢 再次它呼叫到一个方形叫什么 叫print book 看一下print book 在搞什么 print book 所以print book呢 就是给定一个ID 所以我把ID找出来之后呢 把它的资讯印出来 所以注意到你要先把ID找出来 一样它也需要一个reader的lock 那我找完之后呢 就把它打开这码 unloc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才给它设计的book 所以就是 诶 那我们去查它的参数是什么 它参数就是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 再来自ID 所以呢 就是我 我刚才已经有对应的ID嘛 第一本的编号叫做0 第二本的编号叫做1 所以我就把第一本的质讯印出来 第二本的印出来 好 来看一下这个书是什么 所以你看到 诶 我的的确有什么 有这个书本 那它有作者JJB 那目前都是这样 没有印的 好 这时候好玩了 有没有看到后面的address 认真看大家的地址 有没有看到地址ff开头的 这ff表示什么 它是高 高地址的 好 这就是kernel的空间 比方说呢 如果你的kernel呢 是这种 比方说 你的kernel是运作在32位的架构 那它的切割方法可能是什么 kernel 3GB user 1GB 或者说user 2GB kernel也 2GB 但是我们今天这台电脑是什么 我这台电脑是64位的架构 所以基本上就是它的切割方法比较复 是一个2的48次方的一个电子空间 好 好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这个地址是什么地址 好 认真看一下啊 这个 看一下刚才那张词是吗 你可能没有看得清楚 小心 好 我们印出这个address的时候呢 是印什么address呢 是印B 那B 是什么东西呢 B是link list 对不对 这里面那个link list 叫做books 所以是books里面的其中一个是吧 一个节点的地址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就是印出 到书本借了没 所以第一本书跟第二本书都没借 好 那这时候好玩事发生呢 什么好玩事呢 就是去借书了 好 所以我借书的时候呢 就是我借第一本书跟第一本书 好 所以你看我借的 好 所以我就是去印出啊 印出它各自的状态 好 然后 同理 我们后面做还书 好 来看一下 还书 还书格格 好 看一下他怎么做 好 那还书的时候呢 就是去想好 还书呢 我会还一个什么 还一个ID 好 那我相对是怎样呢 我是把这本书的资讯 把这本书 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结构 把它重新加回去到什么 加回到我的link list 这叫还书嘛 好 所以要注意到呢 注意到就是说 我需要呢 我需要什么 我需要这个 重新变更 然后还书嘛 就是说 这个 原本是谁借的 那我把 就是我把我的资讯 要把这个借书的资讯把它去掉 所以他这边也会有个什么 有个repress的操作 好 然后呢 所以呢 一开始干嘛 先找 先 先 先找书 找出来 那当然如果找不到 就是我还书的时候呢 他没有被借 你硬要还 那当然就失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后面要干嘛 后面一样 做copy and update 所以你大概知道嘛 所以我为了要能够还书 所以我们要去标一个什么 没人借 然后呢 把他的这个必要的这个节点 把它写进去 所以 绿的copy and update 这里面的copy and update 就是这个 好 那这个同理 后面的东西在写说 要做synchronous 还是做synchronous 先忽略的细节 好 那 所以这个东西在还书 还书之后呢 还书格格之后呢 就是什么 就把这个格子印出来 然后接着什么呢 好玩的事情发生了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这边有个东西叫pre-end-counts 好 这边的pre-end-counts 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个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它其实不会一开始跑出来 它会是在这个synchronous 呼叫这些callback的时候才会出现 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看到 这个callback 在这里 这个callback是什么时候被带进去 就是在这个 在非同步的模式 这个callback 终于终于这样被带进去 而且带进去的时候呢 你看这个东西 带进去的时候呢 我把当下的pre-end-count 把印出来 那如果pre-end-counts是0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间是不发生pre-end-counts 所以这个东西跟我们刚刚讲 哪个东西是一致的呢 对 就是讲什么 讲这个 就是讲这个 讲这个 的确在read的critical section里面 是没有发生pre-end-counts 但是一旦你的pre-end-counts都过了 就RCU的范围都过了之后 我把释放之后呢 我把那个callback释放 释放之后 不然说后面做那些re-collimation 都做完之后呢 pre-end-counts就改变了 所以事实上 中间还是 就是在我们这个 绿的cre-end-counts里面 是没有发生什么 没有发生pre-end-counts 但是之后普连群还是这样 是有的 就是继续跳的 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告诉你说 这个在做了议题 那问题呢 那这件事会不会跟 RUO-TIME 会冲突到 所以底下呢 有一篇文章 所以这个 这个我打算在那个 我们讲RUO-TIME的时候 再把这个RCU的捞出来 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次呢 有个比较深入的 就比较更清楚 让你知道这个前因后果 还不然说这个Linus kernel 大家在行为 男生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一定要做实验 不要只是看程式 不要看文章 然后 然后在那边揣摩心急 最好不要这样 你可以最好的揣摩 是做实验 然后从这个行为去 那你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 或者你扩充这个功能 原本它只有两本书 你可以把它扩充成比较多的书 或是设计一个 可能透过一个 proc file system 透过一个sysfs 就是这个 所以你变成说 你要改变那个参数的时候 你就透过 修改 sysbiosystem里面的答案 那做到这个什么 做到这个RCU的 这个程式 这个变更 那这也是一个 有弹性的 总之就是一定要动手去改 那 但是你改Kernel module 虽然很小心 Kernel module没改好的话 那Kernel就会crash 有可能就crash 但是别人因为说Kernel会crash 就不害怕了 你可以先跑一个虚拟机 所以你说像我怎么做 这台就是一个虚拟机 所以你看 我这边就开一个UN的虚拟机 它是ARC64 UN的架构 它是虚拟机 所以对我要讲 这个东西滥掉怎么办 很简单啊 滥掉我就重开 那我这边又用OpenStack去管理 就很方便 好 Anyway就是说呢 呃 接下来 好 我希望大家去干嘛呢 去去看这个 相关的这个资料 好 那在最后呢 我做一个 一个提示 好 这边有个note 好 这篇文章很有趣 就不然说这个讲这个 Paul McKinney 他的背景啊 他做了什么事 那Reader side跟Right side 各自做的事情 他希望Reader side跟Right side 可以这样 可以同时进入Clical section 但是为了要做到这件事呢 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Quest Period 那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这个 这些状态 这个很关键 好 那 那 注意到一件事啊 Cash 让什么 Right lock的成本变高 好 之前有提过嘛 像这个 Automic Automic Instruction 还有帮助这个Cash Line 的Bouncing 这些问题 Cash Line Bouncing 那这些东西都是很大的代价 因为我就必须要透过这个 这个资料的一致 好 那这些成本 这些的这个IPI 就是Interprocessor Interrupts 这些东西的代价都非常的高 而且呢 随着这个处理器的数量 随着这个 你的计算机的结构 变得复杂 这件事的那个成本也会跟着拉高 好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事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麻烦 好 然后再次Main Model 这边提过就是我们之后会弄一个 专门在讲Main Barrier的地方 好 你再看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 你可能会忽然开大 好 不过你可以先读这一篇 让你脑袋 动不动 好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阿西武 那很多东西我们已经讲过了嘛 所以比方说我们今天是做一个Link List 所以请你做一个 延续这个 刚刚那个程式 你可以做一些实验 那 那这个就是精神让大家多一点 甚至包含说那个 我们刚刚那个Codeback 比较透软一点 我们刚刚那个Codeback 没有做什么震惊的事 对啊 那你可以想一件事 你可以在这个Codeback里面 这reclaim的Codeback 去做额外的事情 比方说你去 去更新那个数目 或是说 去排序 不是排序 就是 就把这些设计的机制 就是说我在做Codeback里面的时候 我就把什么 书本 的状况 或者说你就想 它可能有个管理员 这个观点 就跟你讲说 哪些东西是还没有什么 预期的 没有 没有归还的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好 然后呢 这个还有什么呢 再来是 再来是它在里面 它就有个回收嘛 所以它其实有个我们所谓的叫 GC Style 什么叫GC Style 就是讲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所以就是这样呢 我们会有这个 要做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也就是在 Luclemmation 的地方 Luclemmation 的部分 做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那不过 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在西元来讲 本身是什么 本身是 没有考虑到 Garbage Collection 用西元 当然可以写出 做Garbage Collection 比方说我自己就写一套 这一套炫耀给你看的好 不是炫耀我会写程式啊 是这套程式是在太过去的 这个我称的叫做 OGC 叫做什么 Minimal Mark and Swap Garbage Collection 如果你对 Mark Swap 不是很熟的话呢 你可以去参阅 那个 CSAPP CSAPP 的 第九章 第九章的前半段是讲 Virtual Memory 后半段 第九章的后半段是在讲 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那它里面也是做一个叫 使用Mark and Swap的 演算法的一个 Garbage Corrector 那我这边呢 就做了一个OGC 像型文 OGC 那我就做一个Garbage Collection Garbage Corrector 那这个东西的Garbage Corrector 它的就是提供 像你可以做Free啦 可以做初始化啦 可以 可以 可以把必要资讯印出来 那这东西真的要做的话很小 像我这个OGC的话 真正的地方只有 就真正的程式码就只有这么单纯 那其他地方是一些工具程式 比方说里面会用到Link List 去追踪哪些不连续的区域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工具的部分啊 比方说寻找 我要去寻找 然后我要去标 找这个像这个List 然后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 那这OGC的设计很有趣啊 但有部分参考Linux的那个界面 这样这样去做 你可以抓来玩玩看啊 这还蛮好玩的 好 然后再来是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 RCU的操作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有提到嘛 什么 Sign Pointer Delevens 还有这个 就是这些议题啊 还有对应到那个什么 对应到像 非同步 它会有一些对应的 Coleback 然后不要小看那些事啊 前面那个MB Memory Barrier 那跟前面这个 这个是有关的啊 它虽然它不是RCU相关 但是你没有把它写好的话 有会有那个不正确的问题 所以这个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所以我们今天故意把Memory Barrier的东西 故意跳过去 但是 没有处理好的话还是会有 所以比方说像 前面还记得吧 所以我们前面在做那个 做 损取机体的时候呢 有 有考虑到Memory的Order 考虑到Strongerly Order 跟Weekly Order 去做处理 好 好 这一段超级重要 就是说呢 RCU呢 算是2002年以后 Linux Code才引入 但它其实东西存在很久了 注意到 这种RCU的这种 这种什么 Garbage Creation 风格 就是我去配这个空间 然后再释放 这种风格呢 其实这个东西存在很久 而且呢 而且什么呢 而且它实际上 整个RCU的这个思路 RCU的这个想法 在1980年代 注意到 看这边有写个5 对不对 在1980年代 就已经提出来了 然后这个HT孔呢 看到HT孔就要干嘛 你要这个 你要 你要 你要不自觉就是 就是这个键盘的话 就是不自觉发抖 为什么 这就是 古我所学家HT孔 就是孔翔虫 那孔翔虫博士呢 孔翔虫教授 他真的是 我忘记孔 孔家多少代 反正就是孔子的后人 那他是很知名的电脑科学家 然后他的 他很有趣 他很多研究都是在当年 只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他 他博士班是在卡内基美容 博士学位置在卡内基美容大学取得的 然后他后来就在卡内基美容大学教书 那之后呢 也到哈佛教书 那他 他这个 这上面头显很多 他也是台湾能工智慧学校的校长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 他在1970年代 1980年代 发展了很多concurrent的东西 发展很多 我们今天讲这个RCU背后的一些思考 但是 真正发扬光在什么时候 你看 他1970年代 1980年代 他就提出这些东西了 但是过了 几乎过了将近30年 他的东西才发扬光大 而且好玩的地方是说 像我们今天讲的一些什么 deep learning 一些model 他其实他以前在80年代也提出来 像Tetherflow里面 Tetherflow的论文里面 就有提到恐翔蟲院士的论文 但是那个论文都是很早的 所以有网友就讲一个很经典的话 他说 这个恐翔蟲院士就是什么 就是 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很厉害的创作 但是他的影响可能是什么 还好不是 还好是 因为他选的领域是Compute Science 但是这是过了很久 因为对电脑讲30年是很长的事情 对吧 就是过了三四十年 它的影响才大爆发 这个在Compute Science是比较少见 因为我们今天讲数学 讲物理来讲 很多人都是在深厚才扩大 去大影响 那Compute Science不是一样 因为Compute Science 它跟原本的科学不一样 Compute Science它是很实际的 它是很实用导向的 所以它的为什么要研究 就是要解决问题 但是因为恐翔蟲 它实在太有趣了 它解决问题在当下 在1970代80年代 有那些存在 但是没有那个权益的迫切的需求 那当然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Skability 基本上什么鬼都是Skability 讲人工智慧 Skability 讲区块链 Skability 你讲那个什么 你讲那些Cloud Skability 你讲什么Edge Computing Skability 反正几乎什么鬼都可以讲到Skability 那背后都脱不了这些关系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这边很值得看 因为好看的地方是什么 它背后一些摘要 把这些相关的讯息 好 那我们呢 就进行到这里 那就是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么 之后呢 我就会来看 就 把这些更多相关的主题 像什么Memo Barrier Memo Barrier 就来跟大家探讨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 谢谢大家